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圣圣生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华严经》 普贤 贺念品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长 请大家讲表 36页 上次我们是谈到38页 不离宴 不离宴就是不离佛菩萨宴 再广泛一点 广泛说是不离善知识宴 那我们要解到呢 我说36页这边是怎样呢 因为这个36页这边科判里面呢 他谈到这个普皆肥相 这这边这个普贤菩萨呢 又把普皆肥相呢 分成十个法门 而且每一门不是 这十门不是单纯的十门 就是说每一门 要含有十个门的含义 因为在佛云中里面呢 这个死代表什么 重重无尽的意思 例如说好了 我们讲到以前讲到37页 37页 寿辞愿 有没有看到 寿辞愿 这寿辞愿 什么叫寿 这寿就是一种领会的意思 体会的意思 比解门 我们说理解更进一步的 它有思费的含义 这个寿就是一种 词就是一种 它能够行词 表示对这个法 对这个礼 它能够全全福音一刻都不安松 所以寿辞愿就是代表解行病 这种意思 那你看哦 比如说我说这个院里面 它里面讲到你看 看到第二行你看 就说 37页第一行你看 最后 最后一个寄送 细诸音而收 有没有看到 这一页有没有看到 就是37页第二行你看 这个寿辞愿不只要这样 我自己解行病重 而且要怎样 把自己的 所 你所措施的佛法 就是你领会的 你体会的佛法 跟人家分享 就今天呢 我 就是说我今天呢 我的 西语诸仑说法 我就说 所以 它这个是因为出地菩萨来讲 但是其实也是跟我们 敬了一层的讲 就是说你今天呢 我们有所 体肺 心得 跟家人分享 就是说你今天呢 我把所学的佛法 通过自己的 咀嚼消化后呢 慢慢呢 就是说你能够 把那个真实意 跟什么 跟我的家人 我们说 亲亲而敏 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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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父母亲这些啊 分享这些 佛法的心得 是这样 也是这个受词也是代表 因为你跟人家分享 表示我对法的一种 受词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今天跟人家 就是类似你 跟人家分享 表示我对法有一种 我为法一种 内心一种反省 我内心 就是说念之在之 一刻都不完装 有那个意思 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受词 也不是单纯受词 还有 含有很多的含义 是这样 那么请大家看到 38页 先看那个37页 最后倒数第一行 不离一页 这个像之前讲的不离一页 这叫不离一页 不离佛菩萨页 不离佛菩萨页 也就是不离善之思念 谁叫善之思 就善之思 善之思一种 他内心有一种 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 就是他对佛法有正切的了解 体肺 而且呢 他能够发心想要度化 度化众生 就是善之思的含义 就是善之思 就善之思代代表一种 他解形病重 也就是说他有一种正知见 而且想要发心度化众生 就是这意思 那我们回到38页 这个不离宴 38页 这两行一起念 所有与我同行者 一切处同集会 身口一夜皆同等 一切恨同修学 所有与我善之思 为而显示普玄恨 常愿与我同集会 与我长生翻喜心 这段话呢 说不离宴 就不离善之思愿 不离佛菩萨宴 所有与我同行者 同行 所有 和我一样是同行 同样修学 同行这个修 行就是修持什么 普贤斯大赫运的行者 就是说 所有与我同行者 就是 同行者就是什么 自同到和的行者 一般来讲就是什么 同餐到游 比如说 敬略行者 大家来共修 就是来共修 学习念法门 就像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学习 博云金普学何远民 同行者也是这个意思 来研究 这个 这个 普贤恨品的教理 乃至呢 学习这个 淨土 武器议论 都是同行者 就这样 那一切同期会 一切处 这一切处是表示说 也是有限度的 就是说 他里面一切出同期会 他里面一切出同期会说 一切的任何地方 就是说 希望呢 他里面还 在一个 深深世世 深深世 都一样在这个 在一个地方 能够同期会 同期会 就是在 比如说 在讲法的地方 一起集会 乃至呢 在拜佛的地方 共修 就这样 那我们说 在讲法的地方 一起呢 研究佛法 在这个 念佛塔里面呢 一起共修 拜佛 义佛 念佛 就是同期会 那这一切处就是 只有限度的范围上 我希望我能够 深深世世 在一个地方 一处就地方范围了 一切的任何地方 大家一起来 修学佛法 在解门上 在讲堂上 共同研究 教理 在心门上 我们在佛堂上 一起拜佛 一佛念佛 就是这样 这个费什么 普玄霸讲这多话呢 我们知道 一个人 如果自己修学的话 容易怎样 孤肉果纹 很难成就的 而且呢 单独一人修学 容易什么 懈怠放逸 这个你看 大家像世界的学问一样 一定要互相切磋磨 对不对 才能够成就 就是世间法 也是这样 那你像呢 你比如说好了 像佛法里面呢 我听过唱功书的开示 这为什么要这样 它那个事业叫丛林 丛林什么意思 这丛林就像那个 他举个例子 就这样呢 你有时候去大海边 看到那个 有一些什么 防风林 对不对 有看过 防风林 如果单独一棵 一棵树而已 那个风一来就吹倒了 如果说好几十颗在一起的话 哇 风要吹倒这个 这些 此几颗的防风林 不简单 同样道理 这个丛林呢 在佛教讲丛林就是说 大家同聚会 大家自同道合的行者 共聚会在一起 就这样 互相能够看到他精进 我也想要精进 看他那么用功 我也想用功 比较不会卸戴防疫 而且呢 大家互相烟讨 互相切瘦琢磨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他 就不离善之士 因为这些都善之士 就是我们呢 同餐到有 也是我们的善之士 就是这些自同道合的行者 都 我目标是求生极乐 就是自同道善之士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呢 下面讲 那要学什么呢 你说同聚会 除了互相切瘦 要切瘦琢磨 身口一叶就同等 要修什么 平等心 就是后面 同等意思意思 要修平等心 就是这样 平等 为什么呢 这我们知道呢 身口一叶就同等 身口二叶是什么 设法 重点是一叶 一叶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 心为业主 身丶口业是设法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 没办法答案怎么照做 一定要偷偷来 义业的推动 在这个法序经 他是怎样讲 义主义 义为先导 义主义照做 就义业啊 他是 是造业的主人 身口啊 的造作 我靠一叶来推动 就像今天呢 你身体能够 五体投地 来礼佛 来着呢 可能够称念佛号 这一念 一叶 就是第六四 主要是第六四 靠第六四 一叶来推动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身口依业就能够 就是 因为你 第六四 平等的时候 身口依业就平等了 是这样的 因为身口依业是什么 随心在造 随心而印 因为他身口依业是设法 他没办法单独造作 说今天呢 我说我身礼拜 口称念 都靠一叶推动 今天呢 费什么平等 我第六四 我内心有升起什么 无我的平等心 人理所理性空极 就是我内心有这样 第六四有这样 空观的智慧 那让我在 我在礼拜的时候 我能理 我能理拜的我 所理拜的佛号 所理拜的佛 就能够 升起空极 人理所理性空极 就是内心一种平等的意思 来自呢 口称念佛号 人念所念 也是这样 性空极 也是这样 人念所念性空极 也是因为内心 我这个第六四 念念跟什么 无我自卑相应的时候 让口叶 在称念佛号也是 人念所念性空极 也是这个意思 生活意义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同窗道友 来修学佛法 不论在解门上 新门上 多修这个平等心 是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平等 修平等心这个意思 然后一切和念同修学 恨念同修学 就是说 同修学 应该是共同修学一切恨念 同修学就是共同修学一切恨念 一切恨念是什么 普贤十大愿 知道吗 就是说 同修学一切恨念 也就是说 我跟自同道合的众生 或是跟自同道合的行者 一同来修学什么 普贤十大愿 为了什么 不离佛 因为我今天 我今天 为什么要修学十大愿 一切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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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是 往生极乐世界 从礼金主佛 到普及卫校 目的呢 也是 全极乐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 这段话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 为此愿亡 不相舍离 一切使 引导其前 一刹那中 极乐往生极乐世界 有没有听过 对不对 这段话大家了解吧 加理呢 我想大家念一遍好了 让大家再复习一下 这个 就是说你这段话也是很重要 其实就是 经典的话 就是那里 那个 那个 三十一页 对三十一页 三十一页 那个第二行 下面一直念到最后一页 一起念 唯一此愿亡 不相舍离 一切使 引导其前 一刹那中 极乐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修学这个愿亡就是什么 因为 十大恨念 每一个愿都是愿亡 为什么 他说 我今天礼尽诸我 虚空皆经 众生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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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合广 这样 因为,你常常这样的话 因为我第六四 一提起用的时候 我在理佛的时候 我就需求第八四 让我增长兴结力 我這個種子就深深大部分在心田中了 就不斷地修學佛法 對不對 所以種子及現行 現行中不相捨離就是這個意思 一切時 平常了 一切時 任何時候 因為這個種子及現行 現行種子 這種種子會引導我們向 引導其前 引導你去向極樂世界 眼前的極樂世界 知道嗎 一上那種子 表示說 陰眼成熟了 這時候你念佛親近的業力 超越後 生死佔的業力 就往生極樂世界 是這個意思 請大家回到三十八頁 一切恨念同修學 就是這個意思 一切恨念同修學 就是同修學 一切恨念 對不對 我更大 這些自同道合的境內心者 共同修學 破仙 四大項念 為了 了生死 現容生死 為了 因為我們要去極樂世界 清淨善之士 清淨神 阿彌陀佛 這些 乃至等劫菩薩 這些都是 布尼弗還是這樣 那接著我們看第二項 所有義我善之士 義我善之士 義我善之士 就是對我們在修為方法 有義的善之士 義我 這善之士 它能夠 它有正之見 能夠教導我們 如我西路生死 能夠增長我們的善根 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譬如說好了 那講說 你看 我先講一下 譬如說 我們說不離念 就是不離於佛、菩薩 譬如說我們是極樂世界 它裡面講到 在歐彌陀琴怎麼講 設立佛 眾生聞者 應當發願 願生畢國 所以此 得以入世 諸尚善人聚會已處 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佛陀恩簡單講 為什麼要發願 我生極樂世界 得以入世 諸尚善人聚會已處 得以和社會战 等劫菩薩在一起 等劫菩薩在一起 等劫菩薩就成三十四 知道嗎 所以今天會傳往生極樂世界 和三世世在一起 這些等級菩薩在一起 你的旁邊是什麼 三世世 觀世音菩薩 大師子菩薩 文術菩薩 普行菩薩 理論菩薩 這些眾多 非常多的等級菩薩 跟你在一起 三世 三世引導我們趨向的菩薩菩提 是這樣來的 那今天呢 在蘇佛世界對不對 就是和我一起共修 志同道的經歷心人也是三世世 因為他互相切磁磁磨 對不對 我看他 哇 他拜佛很精進 我要這樣 就是一種三世世 對不對 看他這個 就是你看那個善根 哇 這個人靜重 如如不動 也是三世世 就這樣我們學習 這三世世 就是說能夠讓我呢 到位上 日日正上 也是三世世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呢 我們看 從佛法的角度來講 什麼是善之世 為我顯示普行恨 他能夠為我 開賤 開示 普行恨 什麼普行恨 剛才講過 就算普行菩薩一樣 我禮經住我 到普就這樣是虛空絕境 眾生絕境 中耶經 中華經 我此十大英文是無有窮君 而且是戀戀相性 無有間斷 聖禮異業 無有偏 你想想看 自懂 一定要跟正如知識相應 為什麼能夠戀戀相性 無有間斷 就是隨身正如 因為在大聖啟宣論這段話說 以知法性 無神性相 離邪戴戀 隨身正如修行什麼 經濟波羅蜜 就是說你今天呢 我今天為什麼要清淨三世世 就是為了 希望他們為我開賤 開示 普行菩薩的行恥 而且都是艷麗廣大 行持無間的普行恨 就是艷麗廣大 廣大的艷麗 廣大的那個 無間斷的行持 就是普行恨 所以你看 若你到極的世界 對不對 萬世菩薩 文世菩薩 普行菩薩 大世世菩薩 明樂菩薩 這些都會外面顯示 開示這個普行菩薩的那種 廣大艷麗 無間斷的行持 是這樣 而且呢 長遠以我同期位 長的意思 長長 這是我們的 這個長 又是經常 永久的意思 願他們能夠跟我一起在一起 就希望他們能夠一起修學什麼 同期位 同一起來在這個 在這個解門上 一起同期位 在念佛堂 心持上 一起來修學佛法 是這樣 那今天是講 長遠 又經常 跟這些三世世一起來 不是在解門上 心門上 共同修學佛法 就是這樣 那下面講 以我長生幻影心的意思 以我 就是希望他們對我長生 常常申請什麼 幻影心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不相捨離 就是說不相捨離意思 不相捨離我 幻影心呢 我們從世間法來講 什麼幻影心 表示說 這個人跟這個人有緣 所以說 你看到他 身體的翻譯心 就是有緣分 這些事間法來講 從佛法的角度來看 我們知道 你像佛 像佛福是好了 你像我們說 在八十八佛 大蔡文有一句話說 大慈大悲民眾生 大喜大捨濟寒事 有沒有聽過 大喜 這個大喜就是 這個大不是相對的大 是一種 絕大大 什麼叫絕大 它是一種 不可 沒辦法 心思口語的 那種翻譯 這個大就是一種絕代 它不是對待的 就是一種殊勝的翻譯 就殊勝的意思 可以講殊勝 殊勝的意思 那這種翻譯心 就像你 佛菩薩 你看 今天你到饑餓世界 佛菩薩 這些諸佛菩薩 看到你一定翻譯 為什麼 看到你又能夠削弱生死 對不對 那身體翻譯心 就表示他有一種 不相捨離的意思 不相捨離啊 看到你能夠讓你增上 對不對 就這樣翻譯心 有一種不相捨離的意思 不相捨離 對於我身體翻譯心啊 從佛化角度 就是不相捨離的意思 才在身體翻譯心啊 因為佛 因為你來到佛 一定會佛菩薩呢 這些欧云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師就不知道等 一定知道 讓我們呢 如果引導我們的趨向是無上補體的 是這樣 所以那內心翻譯 因為我們知道呢 十方如來年齡眾生 如母一子 就像他那些孩子一樣 所以內心一定翻譯的 對不對 所以希望他們 這是一種表示說 他講這句話 是表示說呢 希望這三知識們呢 能夠呢 不相捨離我一樣 翻譯就是這個意思 好 我們把這個 不離驗 不離驗講過了 請大家看到 上次護表 護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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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表十八第一頁 有沒有看到 十八第一頁 這頭兩行一起唸一下 頭兩行 第二行第三行 即十立平出立不設 第八驗 又明心行驗 驗不離聖故 不離驗 心而陰常清淨善游善之事 不離諸佛菩薩 初世紀自分善 至世紀盛盡恨 這個有時候講行啊 有恨啊 就有時候這樣恨 在第八 這個時候出立 第八驗 有時候念它是根據什麼 華恩經來的 知道嗎 因為華恩中啊 他們是把這個十立平 這是出立菩薩 第八驗是這樣講 心行驗就是內心的那種行詞 內心詞的願意 願不離一聖故 什麼一聖 一佛聖 什麼叫一佛聖 心做佛 心設佛 一佛聖 我們說一念相依一念佛 念念相依念念佛 就是一佛聖 我第六四 一提前往的時候 我來拜佛 意佛念佛的時候 就遜第八四 第八四前下佛境界出來 這佛境界可能是什麼 明治基佛 觀人基佛 香吉佛 不能講 還是救援基佛 完全在我們念佛功力的深情有關係是這樣 那不離諺就是這樣 就是要這樣 因為呢 我們講到知道 一個人修學佛法 難免怎樣 孤陋寡文 世間晚就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怎樣 廣學多文 一定要這樣 所以廣學多文 都清淨三正式 廣學多文 那不離諸佛菩薩 初世紀 就第一個祭頌 第一句 第一行就是 自分就是以治理來講 自己在修學 一直在修學 第二個 自分就是自己的尋職 那第二個 就聖境 更進一步了 聖境就是說能夠 更我能夠 藉由這個修辭 能夠 類似說 你本來修學是 可能聖境就是說 那個人能超越什麼 本來是出地方 不能超越什麼 惡地 類似那個意思 聖境更進一步的 能夠更超越 比原來的心質更 更 更精進更殊勝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看 這個第三行 一集唸 唸到最後一集唸 所有 以我同行者 以一切住同集位 出地之宴 即普賢菩薩之宴 普賢是通明 出地是北明 得不孤必有靈 修道必須道辦 以祝道業成就 生果一業皆同等 諸佛菩薩 既有神主通 是生業同等 皆平等一宴 是一業同等 皆受一聖法 是口業同等 一切恒宴同修學 諸佛菩薩之恨皆自廢恨 諸佛菩薩之願皆福德宴 修言教觀恨 即培肺固 行六度望恨 即培福固 這裏面所有 一切同 出地的宴就是 普賢菩薩的願力 普賢是通明 就是說 因為每個人 就是說你今天 修學 普賢那宴 就是什麼 普賢 就是普賢的那種 普賢菩薩 就是普賢菩薩的行詞 就是普賢菩薩的行詞 普賢就是 任何一個修辭 普賢 實在願望的話 就是普賢 就是普賢菩薩一樣 只是喔 你的菩薩是還是 仿佛菩薩 那 那現在講最不盡的 普賢嗎 是已經成就了 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 他也是因地 修辭呢 普賢他恨也難得 所以普賢通明是這個意思 出地是悲憫 因為出地啦 這出地都是類似法生大事 他是 就是他已經 斷見世佛 成沙佛 已經分道無明 分證法生那個意思 那德不孤必有靈 就是說你今天呢 修辭後來一定要 修到必須到半 對不起啊 那個 這個要逗典啦 不是必有靈那個要逗典一下 不是 因為有時候那個 網路摘入下來 沒有改成過來喔 對不起 必有靈 為什麼呢 德不孤必有靈 就是說你今天呢 自同道合 這個自德不孤必有靈 就是意思說 同參道友 自同道合的行者 是這樣 再到來 就像剛才說啦 一個寺廟對不對 要什麼 自同道合的行者 大家都像衝你一樣 就這樣 才能過來互相這樣 切瘦瘦瘦 就是這個意思 這德不孤必有靈 他聖狗益也接瘦瘦瘦瘦 這個 陳奧大師開示 就是說 就有聖狗益也接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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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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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瘦�瘦�瘦瘦�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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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菩薩的行詞,為什麼叫自廢恨呢?知道意思嗎? 因為念念什麼?和我空、法空的真理相應 因為佛菩薩是無言大慈,痛一大悲 他的自廢,他今天任何行詞 所以表現是無我的自廢 他今天行詞,就是那個製判者上次講過了 他的行詞,月如蓮花,不走水,對不對?就是那個意思 他今天行布施、職戒、總統的六度望恨,隨身正如自信 念念跟什麼?我空、我空的真理相應 所以這種自廢很是這個意思 是有如蓮花不走水,是這樣 祝我菩薩的願意是,即福德願 其實這個福德願,裡面還有自廢的,知道嗎? 雖然是講的願,你說好了 這個誰啊?譬如說地上菩薩好了 菩薩願,你看,地一不公、四不成佛 眾生度盡,翻成正絕 他裡面還是有無我的自廢,知道嗎? 雖然是福德願,對不對?還有是福德,雖然講福德,還是什麼? 自廢的,對不對? 那福德願,他願意是福德,也是還有自廢 那修雲教的觀恨,及賠費顧 所以,什麼叫雲教觀恨,什麼意思呢? 在雲教裡面是怎樣? 一修一切修,一行一切行 怎麼講呢? 在這個佛法裡面,一般來講 我們說先修空觀,再修假觀,再修中觀 有次第性的,在佛教是這樣 次第性 在閻教裡面呢? 他是怎樣?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一重一切中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閻教的心者,他體會到什麼? 心、佛眾生、少無差別 他認為呢?他體會到什麼? 理述愛境界,性向焉隆 講世,就是集理的世,講相 相,即性之相 就是說他認為呢?即將修 他修了一切法,一行一行 就像他今天修理經諸侯,對不對? 理經諸侯就把整個時代也恨厭了 因為他的體性是怎樣?都是真如,知道嗎? 我們說要這麼講好了 依靜作氣,對不對? 金子格作,金戒指,金項鍊 金耳環,是鑽石用的 金子格作,金水壺,喝水用的 金盤子,橙材用的,金碗,金筷子 對不對?就是那個筷子 但是他們也提醒了金子 那今天修緣教觀恨,就是說 為什麼他修持這個 因為這個金水壺呢 他可以做什麼?金戒指,金項鍊 還是金碗,也可以做金戒指,金項鍊 為什麼?因為他的體性是金子 所以今天修緣教觀恨 因為他體會到信箱恩隆,理事物外 雖然是不同的事項 看起來是從俗地理 從俗地理啊 從不便宣言角度來看 是不同的事項 有專事用的金戒指,金項鍊,金耳環 或是喝水用的金水壺 但是他們提醒到正如,所以你看看 他今天提醒到,體會到,理事外境界 所以這個,所以他適得理容 雖然不同的事項,但是能夠相容 雖然不同的事項,但是因為他的體系是正如之故 都是金子,所以能夠互相聾合 就這樣,所以今天呢 比如說好了,你往生極的世界 不要說往生極的世界 這個偶爾大師說,你唸歐明禦頭就唸什麼? 十萬佛一樣,對不對?為什麼唸十萬佛? 因為歐明禦頭的法身能夠含色孫諸佛 其實孫諸佛,那體系也是法,也是真如 就這樣,所以往生極的世界 就像十萬世界一樣 為什麼?因為這個極的世界的體系是真如 含色的十萬世界,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雖然教官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裡面呢 雖然教官就是要念那個什麼? 和正如之心相應 才能成就研究官人的含義 就賠負顧就是這個意思 那徐六多萬分呢,就賠負顧 其實我們了解知道 福費不相捨離 其實你修研究官,裡面還是 算是賠負,也是賠負負責 你徐六多萬分,雖然表面上是賠負負責 不施慈戒,到波羅對不對 其實也波羅的引導智慧 算是表面上是賠負負,還是摘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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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因為你只有單獨 這個就是看ि六對萬分啊 ween 意思說這個賠負負負負負負負責負責負負責責責負責責負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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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wo 這兩行一起唸 願長面見諸如來,請諸我主眾為道,以筆皆心廣大共, 敬未來且無比願,願此諸我為妙佛,光寫一切菩提看, 就敬清淨普賢道,敬未來節常休息。 這裡面呢,願長面見諸如來,希望能夠永遠的長, 就是很久的意思,長長,面見諸如來,你說面見諸如來, 你要本身要什麼?體會要什麼? 身信諸我絕衷滿,什麼意思呢?請大家看一下 請大家看哪裡,我先唸一遍,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就是那個,三四頁,請大家看到三四頁,第三行, 稱讚如來,三四頁第三行,講表第三四頁, 大家看到,找到了,三四頁第三頁, 大家看到,第三頁,念這一頁就好了,一起唸 以臣中臣是佛,各處菩薩眾廢中, 無盡法界臣亦南,身信諸我皆充滿, 這樣就好了,我們練這句話, 你看,最後一個句子,身信諸我皆充滿, 就是說你要相信,在一個微塵中, 有無數諸我,知道嗎? 在一個微塵中有無數諸我,這句話怎麼意思? 還有,無數的菩薩,圍繞著每一尊佛,對不對? 像這種要怎樣?不斷的熏許佛法, 身信諸我,就要不斷的熏許佛法,你才相信, 這身信呢?這個什麼意思?徹底的相信,對不對? 因為你說,怎麼一微塵中有塵術佛, 這個有時候你怎麼一塵中有一個微塵, 有無數諸我,像這個大家不斷的文實修, 要訓許用第六四呢?不斷的文實修, 那訓許第八四,才會產生一種深深的信心, 就徹底的信心,這種信心不是偶然的, 不是讀過,你一定要如理思維,而一解其行,對不對? 你看,身信諸我,然後再來, 請大家回到三十八頁這邊來,三十八頁, 你才會驗長面見諸如來,知道嗎? 你沒有深信,你怎麼可能說, 你沒有那種徹底的信心,徹底的相信諸我, 你怎麼會驗長面見諸如來, 希望我常常面見諸如來, 你看到了,這裡面就是有波羅智慧,知道嗎? 你要了解到, 你要知道, 我們在這個學習後, 光無量受盡有一句話說, 就是那個鋼藥, 光無量受盡的鋼藥, 鋼藥是法皆生, 如一切眾生性養生, 等一下在這邊,下面是LUG, 法皆生什麼意思?法心生, 意思呢?諸如來是, 就像法生騙一切處一樣, 諸如是騙一切處的,知道嗎? 我們說,他無時無… 就是說你剛才說, 一切實,任何時候, 一切處, 是任何一個空間,都有什麼? 十萬諸如存在, 這點也就是說你要常常, 驗長面諸如, 就是你要常常這麼體會到, 你常常希望我能夠常常見到十萬諸如, 因為諸如法是是騙一切處的, 就是你要前面那句話, 要深信諸如絕處, 你慢慢瞧瞧, 我希望能夠常常見到這些十萬諸如, 因為那十萬諸如是一切時, 任何時候,對不對? 不是說晚上睡覺就沒有, 不是這樣, 時時刻刻都有,知道嗎? 法生是沒有在像我們人, 我們人是攝生那樣, 要休息對不對? 這些諸如佛菩薩, 這法生的, 你在休息的啦, 知道嗎? 二六失蹤, 你都不懂, 之後你要了解到, 這裡要說你看, 說你念佛的時候, 這個驗長見面諸如, 這什麼意思呢? 你就, 你本身要什麼? 我舉個例子好了, 上次我還沒, 那時候我稍微講一下而已啊, 就是說, 無左無煞對不對? 他不是要想, 他就是這樣, 去山中修行, 要唱爺障, 他想要, 藉由山中獨自修行, 希望能夠見到什麼? 彌勒菩薩, 對不對? 他第一個, 他去閉關了三年, 就閉關了, 他一共閉關, 先閉關六年, 但是呢, 在夢中, 連見到, 人夢到彌勒菩薩, 連一個, 連一個, 那個, 跡象都沒有, 你看, 傷心了, 這個故事他聽過了對不對? 就算你要了解, 那個彌勒菩薩薩, 他最後見到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 當你拜第一拜的時候, 彌勒菩薩早就現前了, 對不對? 那費什麼, 你沒見到見到? 業障之故, 業障之故, 有業障, 所以你沒幫我見到什麼? 彌勒菩薩, 是自己的問題, 不是佛菩薩, 因為佛菩薩那, 便宜接觸了, 我以前說要給他, 因爲, 齊西蘭有做到這樣講, 為什麼說, 朱厚如阿姨, 他為什麼不現身給大家看呢? 我都現身了, 但是因為, 為什麼你業障太重了?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 彌勒菩薩講說, 好了, 假如不相信的話呢, 你就把我這個, 把這隻狗呢, 放在你肩上, 然後大家在餐廳上看, 就沒有可能看到, 他肩膀有東西, 只有一個老婦人看, 好像一個東西在你的肩膀上, 對不對? 就是眾生了是不是? 業障深重, 所以沒辦法看到佛菩薩是這樣, 雖然你業障面, 你希望看到, 但是問題啊, 你的業障深重, 是這樣的, 不是說, 這不是什麼, 佛菩薩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是這樣, 我希望長這樣, 就是說你要這樣, 要不斷地這樣, 尋許佛, 要不斷地唱為一章, 基於智良, 慢慢地唱過, 希望能夠見到這些十分諸佛啊, 對不對? 彌勒菩薩就這樣啊, 其實, 不要說彌勒菩薩, 但我拜歐彌陀的時候, 雖然我沒有見到, 我知道歐彌陀在現前, 你起心動了的時候, 你, 你, 你佛, 意佛念頭的時候, 歐彌陀在現前, 這是要深信, 所以要深信, 深信諸佛確實法就是這個意思, 希望能夠, 才能夠, 希望能夠長長, 因為你見到佛的話, 哇, 那不可思議的功德啊, 跟你講, 你這確實你要, 你什麼那個, 智慧增長, 你的智慧增長福德力, 都沒有不可思議啊, 那我現在, 這裡面是講, 我希望能夠長長見到的, 而且, 見到什麼, 諸佛總會道, 我們知道呢, 這代表什麼, 神保, 菩薩, 諸佛總會是菩薩, 因為, 每一尊佛的眾多如海廢般的菩薩們, 圍繞者, 知道嗎, 對不對, 前面講過, 諸佛總會道, 就說你今天, 謝諸佛總會道, 所以, 我也希望能夠跟他們, 諸佛總會, 圍繞者佛是這樣, 先把這個, 就是說, 先講佛的境界, 講一下, 每一尊佛都有很多, 如海偉般的, 菩薩們, 圍繞者, 就是這樣, 一筆經紀廣東說, 會怎樣, 廣修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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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 廣, 接近廣大供養, 這裡面廣大, 什麼意思呢, 代表一種, 廣大心, 就是你發心要大, 我們知道發心要大, 第二個呢, 你所用的供品, 供俱, 要無窮俱的供養, 廣大就是你的供俱, 無量的供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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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香花燈竹, 珍寶啦, 從寶蓋, 要無量的供養, 而且要信量供大, 像這樣, 觀想就好了, 觀想, 易供養, 我內心呢, 觀想, 無量無邊的什麼, 香花燈竹, 就這樣好了, 對不對, 所以發心廣大, 就信量要大, 你要觀想, 無量會變得, 想, 無量會變得, 就像前面人家講過, 這個像, 他講大算, 這個燈呢, 就這樣, 虛擲山那麼高, 對不對, 那油呢, 就像吃到海水那麼廣大, 太大了, 但是, 表示有信量大, 那下面呢, 既無來解也不偏, 就是說, 你要供養到什麼時候, 請問你是供養一天嗎, 還是兩天, 還是這樣, 未來解, 這樣, 無疲願, 是進未來季, 未來解是無來, 解就是時間, 就是說, 窮還是, 就是沒有窮勁的, 而且呢, 無有疲,無有厭, 不會疲, 不會疲倦, 願什麼, 不會, 這個願有兩種, 第一個反例是什麼, 不會討厭, 第二個反例是什麼, 不會滿足的, 意思是這樣, 所以不會疲勞, 也不會討厭, 還是不會滿足的, 說他供養, 他這個心啊, 很大, 心量大, 為什麼要供養這個, 為什麼要講供養呢, 前面講過, 為什麼要再講一次, 知道嗎, 為什麼要再講一次, 我舉個例子, 大家聽看看好了, 這個很多歷史, 我講一個故事, 大家聽看看好了, 譬如說好了, 我們知道呢, 我講那個公案呢, 就是歐一王軍裡面的公案, 我先講歐一王的故事, 大家聽看看, 歐一王的, 就是說, 在這個佛陀時代, 大家都也是發心供養, 佛像, 很多都是供養佛陀, 那重點哪裡呢, 自成性很重要, 自成性很供養, 為什麼呢, 這個大豬豬女兒, 大豬豬女兒, 裡面提到一個, 一定故事, 就是一位居士, 他用一朵鮮花, 他用一朵鮮花, 他用一朵鮮花來供養瑟麗塔, 活著瑟麗塔, 就讓他呢, 九十一節, 在人間天上享受余之樂, 然後我呢, 最後呢, 在人間天上享受余之樂, 然後我呢, 九十一節, 都不到三二道, 然後呢, 道仁間出家, 成就什麼? 歐羅漢國, 就是不可思議, 那重點是自成性供養, 那上次我們講過, 這個為什麼你看, 這個自成性供養很重要, 為什麼你看喔, 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就是歐陽的故事, 有一天呢, 佛陀啊, 和歐羅漢尊者去出歐坡的時候呢, 在村落裡面看到兩個小孩子, 這兩歲孩子都是, 小孩子呢, 在那個, 在用推那個土沙啦, 沙土, 做城啊, 做城市啊, 做什麼倉庫這些, 這時候啊, 這兩個孩子呢, 看到什麼? 釋迦摩尼佛, 歐陽尊者, 哇,他們的佛像莊嚴, 因為佛的顯示, 三十二項, 八十二項心好, 所以這兩個孩子呢, 生起什麼呢? 那個敬養心, 恭敬心, 養墓之心, 其中呢, 有一個孩子呢, 就我們從那個, 他裡面那個, 因為都是土沙啦, 土沙, 就拿一個沙土裡面, 來供養這個, 就拿一堆啊, 捧著一個沙土啊, 很虔誠的心, 來供養什麼? 釋迦摩尼佛, 說佛陀啊, 是上等的麵, 麵條, 麵上的麵, 來供養佛陀, 因為這個孩子呢, 是天真, 沒有雜欄心, 來供養佛陀, 這樣, 這佛陀呢, 就接受他了, 接受他的供養, 要接受他, 但是尊者說, 這個波是什麼? 是接受飲食的, 怎麼可以拿來那個什麼? 用這個沙土來供養佛陀呢? 這佛陀說啊, 因為他是一種, 佛陀就跟尊者講說, 他是一種天真, 無邪的心, 他沒有什麼意義, 那種類似說, 這是沙土, 類似麵一樣, 小孩子啊, 天真無邪, 這樣, 然後佛陀就跟那個, 跟就是說, 告訴尊者說, 我滅度過, 一百年後, 這個孩子呢, 剛才共養佛陀, 他講為, 成為轉人聖皇, 就是歐於王, 以後頭女的名, 讓這個, 然後轉佛法輪啊, 然後成為, 就是, 成就一個非常殊勝的境界, 殊勝的王朝, 就是孔雀王朝, 好像是孔雀王朝, 而且, 竊時, 就是呢, 就是後來, 就是, 就是這個小孩子, 來一世就這樣, 就是竊時, 他就成就什麼, 歐於王了, 而且呢, 開創孔雀王朝, 就是歐於王的那個, 典故, 他就用那個SARS 用智能心去供養 世界上有沒有這個典故而已 那講到這邊 歐一王居有一個公安就怎樣 我們知道這歐一王他是虔誠的信仰善寶 昌寢 比丘生來王公 應公 當時公眾有一個公女 非常貧窮下見 見公王 今天服務得那麼大 還要廣修服業 對 你看 請比丘生來宮殿來受映貢 對不對 他就是這個也是 貧窮下見也是有善根 他只能講 國王前世 歐一王因為前世 公王佛陀一堆圖而已 一局圖而已 敬感的今生大富大貴 成為那個不可一世的國王 今天又去忽德了 哇來世的忽悠不根不適義 他就想說 我前世可能是沒有修善機的 所以敢找什麼 貧窮下見國報 他就想 怎麼時候才能夠轉這個貧賤為富貴呢 不僅想到這個人就是悲痛哭溜梯的 就是說 貧窮完後 這個女僕在掃地的時候 簡單說什麼 他沒通錢 他馬上把這個錢拿去什麼 貧窮貧窮 僧眾們 比丘生們 而且內心也有歡喜心 不久就講到這位宮女不久罹患重病了 而且她時候投身為 歐一王的女兒你看 公主你看 而且容貌莊嚴 但是這個女孩子怎樣呢 有一個特點 右手總是拿著一個握緊著 這個孩子 這個女孩滿五歲的時候 她的母親婦人對國王說 我身上這個女兒 一隻手總是舉握著 這國王 奧一王就把這個女兒架來說 抱在她的膝蓋上說 覆摸她女兒的手 當她手掌握的時候 掌中了一枚也沒什麼 金幣 把她取下來 又生了一枚金幣 所以隨取隨生 無有窮盡的金幣 不久這個金幣衝完整個倉庫了 就這樣 就這個故事 這國王就像這樣 整個尊責 一也受尊責 有神的尊責 我女兒是前世做什麼 修什麼修喚基德 竟然從手中流出這些無量無助盡的金錢 而且取出不盡 尊責就回答說 你今天的這公主啊 你的女兒啊 就是前世就是宮中的宮女 因為她掃地的時候 撿到一枚金銅錢 供養了比丘身們 供養大眾身後 所以因為這樣 這個善根呢 轉為公女 轉為公主是這樣 所以因為一枚同學呢 布施眾生 感到不可思議的功德 你看 取出不盡的功德 這供養不可思議 那這班還沒有想到 廣修公養 我想講一個更出身的故事 我們知道呢 多文第一的尊責對誰啊 多文第一的尊責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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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文第一的尊責 多文第一的尊責誰啊 多文第一的尊責 多文第一的尊責 多文第一尊責對不對 這個在《賢禮經》他講到 為什麼他多文第一你知道嗎 多文第一的尊責 多文第一的尊責 我這個故事怎麼講呢 因為過去生啊 這故事要講一下好了 這根據《賢禮經》的故事 這時候 就說為什麼 就有人問 因為在《賢禮經》裡面 就問佛陀 問佛陀 佛陀啊 這個萬聚者 他是過去生修成福報 才能夠總持佛陀 無量的語言文字呢 就說 這個大致的 大致的有一句話說 說 佛法當海水啊 流入歐蘭心啊 就說 釋迦萬一佛 蘇法四九年 獎金三百億倍 他的 這些 語言文字 一字不漏的都在什麼 歐蘭尊者的信念中 不可思議啊 就是這樣 然後佛陀就講 就跟他們講 就跟他們講 力聽 他這時候能夠總一切法 實際上是因為 就因為修始福得來的 佛陀就敢講 跟我講 過去生有位比丘 他跟一個沙蜜住在一起 這個沙蜜呢 就是每天這個 這個比丘就叫他 要背誦經典 每天要叫他背誦經典 然後這個 這個怎樣 這個 因為他怎樣背誦經典 就要等他去拖播 因為拖播 順利的時候 很早就回來對不對 就有時間 背誦 比丘所 所告知的經 就要告知的 所要背誦經典 但有時候拖播不順利 沒有時間 背誦經典 就說這時候 有時候呢 比丘會折馬 是這樣 這個有時候呢 沙蜜呢 完全他只能夠 把這個所背誦經 能夠背得主的話 就是因為拖播很順利啊 但是拖播有時候 不順利 就是 要經過很多時間 才能夠把這個食物 拖播起食 能夠拖到滿足 所以這樣 所以有時候呢 就有一天 拖播起食 馬上 因為有時候你看 如果得到食物 很快得到食物的時候 誦經就滿足了 就很快能夠 很快的 背起來了 但是呢 拖播起食 如果太慢的話 背誦經典 就因為沒有時間 背誦 不太過 所以因為把 師父 他師父是比丘 把師父 所交代的功課呢 經典背起來 沒有 就是要背起來 所以他被 他被責罵 這時候有一天呢 拖播的時間 拖得太晚了 想到今生 今天呢 又無法完成 完成 那個 那個 比丘所規定的功課 所以內心 一邊走一邊哭 這時候剛好有一位長者 說你怎麼 為什麼哭呢 有什麼 為什麼 在哭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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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 這個長者講 這個長者 說 因為我的師父 比丘啊 常關心我的道業 命令我背誦經典 但是呢 每天都 規定 一天要背誦哪一些經典 每天都 背誦哪一些經典 如果说背了 就是说刚好把那个所谓背诵经 你刚好背好的话 我比丘都很 那个师父很欢喜 如果说没有背 背不好的话 你就会责骂我 因为今天 因为诵经的时间多寡 完全端赖我 托波 师父顺利 顺利 我就有多的时间 多余的时间 背诵经 如果托波 然后不顺利 就时间少 就很好 就是有 时间就不够 就很难背诵 那个师父所交代的 背诵经典是这样 所以今天 因为今天 托波太慢了 恐怕 要背诵经典 不是 所以今天 恐怕会背 今天因为托波来太慢了 讲到回去 我完成 所要背诵的经典 所以一定会被 一定的师父生气 才忍不住流泪 是这样来 这时候这个长者听完后 这样 好了 从明天开始 你就直接来我 来我家好了 我就 我马上给你供养 所以马上就 接每天都到 你就不会担忧 就有多很够的时间来 专心用功 背诵经典的 所以 这位长者 就因为这样 那这个 这个撒命呢 很多时间 背诵经典 是这样 专心在一起 常这样 所以 这位撒命都到 这个长者家 托波起始 得到马上 回来 有更多的时间来 背诵经典是这样来的 这时候 释迦牟里说 那位比丘是谁 就是定光佛 那位撒命是谁 释迦牟尼佛 那位长者是谁 大夫长者是谁 供养饮食的谁 是偶尔尊者 就是你过继生 付此人家背诵经典 对不对 你付 立他就立即 就是这样 你让人家背诵经典 等一下增长 你能够背诵经典 那个能力 知道吗 就是这样 我们说你成就 他人的信仰 要成就自己的功德 就这样 就表示 我们知道 一切乎甜 不离欢寸 你信仰大 你能够 让人家 你让人家 更能够顺利的 完成他的道业 就等于 等于自己 就有一种 他里面还要 随取功德的含义 里面还有什么 布施的含义 就这样 业利他 业人家 就说你能够 成就你听法 能够 因为你让他能够背诵更多的经典 对不对 也同时 成就自己 听法 一毫不失的 述胜功德 是这样来的 这段后来 就说你 供养 布施供养 功德不可思议 这样 然后最后讲一个 最后一个故事好了 这供养故事 很多啦 我讲一个共识 他最好 最先的 最 你会 不可思议的功德 会什么呢 这时候 这样啦 有一天啦 瑟柳尊哲 他这个 坤子还是大家知道 这有一位 刚好他到那个 那个 就是说 种 那个树 那个有 算是一个花园 也有种植各样各式各样的那个植物 这个花园 这个花园 这时候呢 这位 管理这位 花园的一个人 这位 不算 不算荣夫 就是有点信心 对佛法有点小微的信心 他就 小信心 他就 对佛法有些信心 他就把尊者来 这夏天呢 太热了 你刚 麻烦你啊 把衣服脱下来 我用这个水呢 赶紧 让你身体 赶紧 让你不要太热 因为今天天气 太阳光太强了 把水啊 我用水 给你 那个什么 沐浴一下 这样你就不会 感觉热了 同时呢 这样呢 我能够灌溉 我的树的树根 对不对 我虽然 用水 沐浴你的身体 同时 让我这些树啊 也是得到灌溉 就这样 有事 也就是说 得到利益的 尊者也知道了 尊者也知道了 尊者就把衣服脱下来 让他怎么样 洗涤他的那个色身 这样 那时候就知道 胜体凉快啊 就去 就离开了 因为水同时灌溉 他的一些树木 这些树 发引的那个 花草树木这些 那这位啊 算是管理 就是管理这位 管理这个 发引的这个人呢 没多久就往生了 往生哪里呢 道律天 他讲到道律天 这时候到道律天 他留意得利啊 这仅次于什么 四庭完营而已 第四天的 第四庭完营 这时候呢 他用神通观察 我怎么有这个 殊胜的那个 功德呢 往生到道律天呢 原来是 在 因来是 营业用水灌干什么 用水来 来募于什么 尊者 用水洗衣身体的设身而已 就这样的 无可思计的功德 他想 假如我信心更强的话 很深厚的话 那功德更殊胜 所以 他这么想的 就带了 天上的道律天的香花灯组 来供养什么 圣灵佛尊者 圣灵佛尊者也知道 他的信心成就了 就为他说什么 所以是正义 就讲一般讲 苦极妙是地 这位天人呢 就神秀传出国的圣人 不可思议 你看 那这里的话 你看 小小的用木 水就灌溉这个 水来洗涤 这个尊者 让他身体 比较安 良快 就无量功德 不可思议 供养公共的不可思议 就在这里 知道吗 所以 近来写无比焉 是这个意思 就广修观是不可思议 接着我们看一下 看第二行 看第三 第四行 厌迟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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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迟寿的意思 就是说你 我们知道 祝福为妙 因为每一个尊者 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 他们为妙的正法 为妙 妙就是不可思议的佛法 每一尊佛 我愿意 我希望能够硕食 祖安诸佛 种种的为妙法 对不对 这是有没有 现在讲过了 因为 因为每一尊佛 教法的众生 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 比如说 都是你要硕食 你看每一尊佛 都不一样 就像 有的时候 衣服做佛事 就是说 他也可能用 射程 像我上次讲过 香居乃 用什么做佛事 用香做佛事 对不对 就这样 所以你要 我愿意寿使 十番诸佛 他种种的法门 微妙法门 他们的法门 就这样 所以也是 这个也是 我愿意寿使 十番 任何一尊佛 他种种的 微妙法门 是这样 因为你要管学多闻 你要管学多闻 目的是 利他 利益中生 对 同时利益自己 这切实就是这样 你学无妙法门 对不对 但你利益中生 利益中生就是从利益自己 而且 光显一切普提愿 用什么菠乐智慧 来开显你的普提愿 普提愿 普提愿就是菩萨道 用菠乐观来开显一切种种不见到 怎么讲呢 光什么 菠乐智慧 就是这菠乐观是什么 文师修训起来的 我记得我几个例子 智慧大师 大家有贴智慧大师 天台中的大师 智慧大师 他为什么能够九寻堂庙 九寻堂庙 讲一个庙子而已 九十天啊 是通过不断的文师修来的 你看他会什么呢 他在这个 还没在讲经以前 他到这个 他的医子的法大师 就是废师大师那边 他就每天修许那个佛华三昧 这时候来读诵什么 妙法里外经 他读诵到第二摄平 一样菩萨本世评的时候 世证静静 世评真法过往路来的时候 他见到释迦摩尼佛在零九三 讲妙法亮经 所以人家说 一算 零善一废 也能未善 就这样你看 他成就是 法法上面的千万变 就是寻陀罗尼 谁叫寻陀罗尼 陀罗尼就是记忆术 说能够记忆什么 无量的法 无量的义礼 知道吗 所以他能够 你看 所以今天 他能够九旬 九十天 讲一个妙字 连续九十天 知道吗 讲一个妙字 一般人很难讲 因为你 妙 这个妙法院记忆的妙 讲九十天 你没有深深的那种底子 就是你那个 文会 识会 都不够的话 你怎么九十天 妙 就说这波罗官方就是用 智废观明 来开写 那菩萨 菩萨 是什么意思 广度众生 对不对 你九行 他妙目的 是什么 杜化无量有变众生 知道吗 所以智德大师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今天你要 官方的波罗就是要 不断的文师修来 是这样 所以是观写 用波罗的光 波罗的智废 那波罗的智废是什么 是你的修辞而来的 就像智德大师一样 波旦勋许佛法 文师修 你看宋师到 刚才那个说 零三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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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辞而来的 成就有玄陀罗女 成就有这种智废的光明 开显他的众生的 宽显一切 那种种的菩萨道 就读破众生的意思来讲 那究竟清理普遍大事 究竟清理普遍大事 就是希望我所修的 究竟就是圆满的意思 而且什么清静 究竟圆满的意思 清静是什么意思 不祝有不祝空 这个清静就是说 有无我的智慧 不祝有 什么叫不祝有 不只因念所生法 因念所生法 比如说眼前的境界 正抱身心 硬抱境界 不祝有简单讲是什么 不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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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祝空 就是积极的 很精静的 修始终上法 雖然知道一切法 都是无常的 是虚荒的 不实在的 如静重向一样 但是我还是积极的 拜佛 亦佛念佛 就是不祝空 不简单 究竟的清静 就是内心有一种 重观智慧 这个圆满的 普贤道 这个普贤道是什么 普贤道 普贤道就是普贤的 普贤道就是 普贤的行使 普贤恨的行使 他从你进诸我 到普贤回向 都是圆满 而且是无我的智慧 清静 清静就是能够 不祝有 不祝空 以不祝有不祝空的 中方智慧 修实是什么 普贤道 而且能够就近圆满 就希望 我所修的普贤道 能够 这解释下来 愿我所修的普贤道 能够就近圆满 而且是 清静的境界 是这样 不祝有不足够的清静 是这样 那请问 他就讲 那你修这个普贤道 是修到什么时候 请问你 你修普贤道 修到什么时候 你修由 你修成 你修成 要使我 不足够的 意思是 我修成 改变 我的修成 你修成 就修成 我修成 我修成 你修成 的 故事 你修成 我修成 作用 让我修成 不要修成 就這樣,是這樣來的 是這樣靜寬節 雖然縱然他已經圓滿了、就近了 內心也很親近了 但是還是這樣,靜寬節常休息 為什麼要講這樣?為了利益終身 對不對?他今天要利益無量不變的終身 是這樣來,靜寬節常休息是這樣 請大家看一下,看到今天戶表 對不起,看到戶表 看那個第二頁,戶表18第二頁 請大家一起練 那個第二頁,第一頁一起練,練到最後一頁 供養諸佛願,其初立菩薩第一願 願共聖田故 佛治是佛為第一菩田,佛不治身為第一菩田 初期佛念大,普賢菩薩發願 願清見佛佛及諸菩薩而供養之第三菩 總及共聖大,大聚多益 第四季,修供養心大 五六二季,正行大 供養諸佛是諸患故 第七季,清淨是櫻大,究竟普賢道施工的大 第八季,顯共知識大也 大家這個還可以,不要容易了解 就是,他那個,我只要看,我們看第四季 那個第四季就是那個 那個,清淨是櫻大 櫻大是櫻大,這個意思是怎樣 櫻大是櫻大是櫻大? 櫻大是櫻大咁,櫻大是櫻大是櫻大咁? 櫻大是櫻大是櫻大,櫻大是櫻大,櫻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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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大? 以知法性,以知這個知識觀照,法性什麼?正如之性,它是沒有淺灘的 所以隨順正如修行人,不施婆羅蜜 以知法性,無懶離於過故,隨順正如修行人,慈激婆羅蜜 它知道正如是沒有懶著的,沒有無意的過失,沒有那種對色深陷位處,產生礙著性 那正如是沒有的,所以隨順正如修行人,慈激婆羅蜜 就是這樣,所以這個陰大師,因為他念那個,和正如之性,就不住有不住空 你想想看,隨順正如就是一體其用的意思嗎? 隨順正如就是一體其用,我今天呢 為什麼呢?你本來無欲樂性,就是內性有什麼? 中觀的智慧,我不住有不住空,陰大師這個意思 那究竟普遷道就是圓滿的,你能夠圓滿普遷道,那是功德大,那是功德大,是這樣 那是要無我的智慧,是這樣 好,那接下來我們這講過,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呢 就是說把這個,這個段話呢,這個,其實這個供養驗講過了 就今天,先來看,就是供養諸佛驗講過了 接著我們看到,這個重點還有一個重點,我暗記講了 這個我們知道呢,為什麼剛剛說供養智能性很重要對不對? 這梁武帝呢,曾經看導摩之一個對話 這梁武帝他,你看,共生那麼多了,見很多試驗對不對? 對不對?無量功德對不對? 這時候他就請教導摩祖師,因為導摩祖師剛來這個中國 剛好來梁武帝那邊,他說,你看 你看,我那個造的試驗那麼多,就是說也蓋了很多 你看,有沒有功德? 梁武帝那個,剛好說什麼?講什麼?沒有功德 為什麼沒有功德?都是有肉的功德 現在有肉的功德,它是隨身我的心 今天你雖然是造勢,護身,護子三寶 但是它是以我的心,就是第六事,隨身第七事之故 所以當時說,你沒有功德,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我們不要想想 常常隨身補我的智慧,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立宴 這個立宴我想我們現在暫時講到 我們先先下課 請大家打開講表,38頁 38頁,就立宴 立宴,這個立宴眾生的宴 就是,以身口義三頁 來立宴眾生 立宴眾生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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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佛的話,他用三所義三頁 來立宴眾生 所謂,人家一般講是 三倫不是一法 三倫不是一法 三倫不是一法,就是聖頁 他能夠,以聖頁來講 能夠視線千百億化身 因你合身的入者,極限合身而為修 就是那意思 生倫不失一法 耶口業,叫口倫不失一法 因爲口頭有無量變才 我們耶穌外變就好了 他有佛外變 因爲口外變 出外變 要受外變 這無量變才呢 所以他能夠 應激說法 不論是這個根基的 不論根基的立頓 善根的厚佛 佛的話 佛的話能夠因才施教 應激說法 就是說他能夠 就是說這個人家喜歡聽大聖法 就講大聖法 現在聽小聖法 佛的話就講小聖法 因爲口業來講 因爲異業呢 異倫不失一法 異業就是說 很口業 他能夠 這個異業就是他有那個 有那個智慧 能夠見別眾生 根基的立頓 有時候那意思 要見別 因為眾生有善根有厚佛 他能夠 就是說他能夠因才施教 是這樣來的 那就是說這個 主要是異業 異業為主 異倫不失一法 才會產生這種 聖倫不失一法 口倫不失一法 那時候用目的 這個三業 利益眾生 就是利益願的意思 用這個三業 來利益眾生的思 來利益眾生 利益眾生的願 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請他看 看哪裡 看那個 對 請他 順便看一下 那個就是 立業就是 倒數第四行 一起唸一下 這兩個一起唸 我一切諸有蹤 所揪福至恆無盡 定費 犯便及洩脫 佛諸無盡 功德障 一誠中有 陳述煞 一煞有 南思佛 一佛處 眾會中 我見恆言 普敵恨 我一切諸有蹤 一切諸有蹤 一切諸有蹤 這個一切啊 一般來講啊 這個 就是 十分世界啦 就是說 因為他的業力很大 一切 但不只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 一尊佛 所教的世界是 三千大間世界 所以一切 就是說大概在十分世界 十分諸佛世界中 諸有蹤 今天講諸有蹤 我們約諸佛世界來講 釋迦摩尼佛 叫諸有蹤 三界 諸有蹤 三界 九地啊 就指三界 一界 色界 無色界 大家不用了解 我對一切 我約諸有蹤 依三界九地來講 那一切大家約什麼 不只是佛世界 尊佛 十分諸佛世界 三界中 我對這個三界中 諸有就拜 三界中生 我這樣 我對他們是 所修福至何無盡 福就是福德 自費 福德自費 是永遠 恆就是 像場一樣 永遠的 又窮盡的 我對福德 所修的福德 以自費 是永無止盡的 永無止盡的意思 簡單講 永無止盡 唯有窮盡 永遠有 那我修的是什麼 你說福德自費是哪件 定費方便及協託 我是用這個 所修的是定費的功德 我修的是定費 那同時呢 這方便是怎樣 善角方便 善角方便 其實善角方便是怎樣 利益眾生 對不對 今天呢 這些佛陀 因為他能夠 見別眾生的根基 所以能夠陰采師教 你種種方便法門 就像呢 我們這方便怎麼講呢 葉天才宗來講好了 天才宗來講 他比如說 他被陰采師教 就佛陀 有時候呢 他比如說佛陀 那個剛稱佛的時候 被這個 法聖大士啊 就是 就是大聖根基的行者 說什麼 華營經 這時候 因為有小聖的行者呢 像 瑟琳有尊者 不見諸者 因為他見到佛式 見佛式 那因為眼睛看到 我算是佛式前的報生佛 但是看到什麼 葬六聖 耳朵聽到的 不是言頓叫 他聽到是小聖法 所以佛陀呢 不得 為死死前 為死什麼意思 死就是什麼 一佛聖的道理 就所謂的 一佛聖的道理 佛陀為死前 開嫌 前教我們 先講什麼 阿安經 阿安經 有小聖法 接著講什麼 翻等經典 大人經典 再講什麼 波羅經典 目的呢 許眾生呢 我法二子 慢慢呢 一佛聖的時候 在法會上就開嫌了 廟法蘭經 以及涅槃經 是這樣的 翻變是因為 佛陀用這個什麼 拳腳翻變的法門 因為有些行者 沒辦法容忍大聖法門 所以佛陀為死前 先講阿安經 方等經典 方等經典 方等經典就是一般叫 像歐喪經典也屬於方等經典 以及波羅經典 最後怎樣 這樣叫法華經 就翻變法門 是這樣在講 那蟹脫呢 就以總統蟹脫法門 這個蟹脫法門 那講到蟹脫法門 是不是 就所謂八萬四千法門 因為蟹脫目的那些 蟹脫生死 對不對 你今天學 你今天 一個菩薩 你 我們知道呢 你要讓眾生能夠 剛才蟹脫法門 上次我們講過 你這個蟹脫法門 和前面有些關係的 就成所謂那一關 第一個 讓眾生呢 種下什麼 善根 種蟹 種蟹 種蟹脫 慢慢成熟 慢慢的讓他蟹脫生死 就是說今天呢 這個蟹脫法門 是要呢 剛開始 從詩氣壇的角度 從詩氣壇來講 因為你今天呢 從說法的角度 一大大大講 四葉氣壇 讓眾生得到的 翻喜意 這講什麼 各個為人氣壇 什麼 生善意 善根 慢慢的 摘平他三根 第三個呢 對的是西壇 破壹 把過去生的 無量節來的 凡凡吸氣 對峙一下 最後呢 第一西壇 入禮 這是佛的本懷 現在讓眾生能夠 目的讓眾生能夠 蟹脫生死 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蟹脫裡面呢 也是還蠻 因為是慢慢 它是以 它的修辭是定徽 定徽功德 然後用種種方便 以種種 蟹脫法門 讓眾生能夠 離苦得樂 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這些從 修辭這個 定徽的功德 種種方便法門 以蟹脫法門 目的要這樣 讓眾 那獲出無盡功德障 這個獲出功德障 這個獲出功德障 不論自己 得到功德障 而且 讓眾生能得到無量功德障 這獲得 獲得無盡的無量 功德障 這個功德的保障 就是 償犯 就是 功德障 什麼意思 償犯 功德的保障 是屁 就如意寶珠 獲出無盡的功德障 我們知道嗎 觀念神父法大悲 文書法大治 普賢法大悍 地戰不怕大怨 從來流出來了 信德 對不對 你今天透過什麼 定徽方便卸透 就是修德 知道嗎 只有這個修德 你不然能夠利他又利己 對不對 我用這個定法門 方便就是這種散角方便的智慧 以及種種噱透法門 這些都修德 不能看信德 讓眾生得利益 從此得到讓自己得到利益 或者無盡功德障 把我們朋友的那個 福德智慧的功德 看你出來 今天咧 因為你讓眾生得到佛法利益 得到什麼佛法利益 福德自費的功德 就得到的是佛法智慧的功德 是這樣 那請大家看一下 看哪裡 看那個 先看一下 看哪裡 看那個三戶錶 第二頁 第二頁 就是倒數第六行 一起練這兩個 先練這兩個 一起練一下 立一頁 即初立菩薩 第九頁 第二名三頁不空願 以三頁立眾生 無空過也 初季中 初三季不空陰 第四季不空國 第二季立十畜 第二季我們現在瞭解到 它是以善業 聖口義善業 利益眾生 就是所謂三倫不思義化 聖業怎麼樣 千百一花生 就像千百一花生 聖的不思義化 口業 無量變財 對不對 利益眾生 異業 無量見別眾生 根基的利盾 善根的厚薄 因才施教 是這樣 是無空過也 為什麼無空過 大悲心之故 菩薩有大悲心 才能夠無空過 才被白白的 白白的過 無空過 今天是要修使這個利益眾生 真是被白白的 度過的是這樣 就是說它念念之人 目的要對眾生 那今天看你 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倒數第四 三來一起念一下 唯一切諸有中 所修福至恆無盡 為我普賢菩薩 以三界救之中 以所修福至利益眾生 菩薩教而眾生 既得福德 不被眾生手轉 即是自費 菩薩自得福至 因而而為利益眾生 蓋福至從利益眾生得 過雲菩薩得福至 即利益眾生也 這段話是這樣 因為你 你教中生 這福德 這不是 其實 要了解到 因為菩薩 他是一體其用 對不對 你今天 見北中生根基 我第六四 對不對 同時去第八四 知道嗎 你大家真是福德 其實都有 智慧都有 知道嗎 都有 你記住 你要表示大悲心 知道嗎 我一體其用 那就是根基這個 十二大師 不被眾所轉及智慧 就是他不自由 不被眾所轉及智慧 不被眾所轉及智慧 就是他不自由 不自由 一故 我不只因你所生活 我不自助人度的我 不自助手度的眾生 對不對 善如體空 我對所受法也不自助 就是智慧 就大不自由 是這樣 那菩薩自得 怎麼圓利益眾生 因為這個福德智慧 是從利益眾生 因為你利益 我們知道 利他就是利己 對不對 你想想看 這裡面你要窮什麼 我們知道 世間人 世間法 這眾生這樣 喜歡賬備你 越賬備你 表示他 貪這心很刺身 知道嗎 所以越賬備你的人 沒有什麼功德 就表示他貪身刺的心很刺身 那今天我們學佛了 我跟你講 說你這樣 你要怎樣 你不賺 你就是內心的 吃虧 吃虧對不對 吃虧表示什麼 我心量大 就是這樣 讚賠你的 對不對 表示你心量大 你對我吃虧 比如說我對人家忍讓 表示心量大 對不對 然後 比如說我對人 我對人家慈悲 謙讓 表示什麼 表示內心的心量大 對不對 我對人家 這就表示心量大 因為一切虧點不凌歡寸 你先量大 福報就大 先量小 福報就小 就這樣 確實 那世界人他不曉得 他以為 多讚偏禮 他想 哇 讚偏禮 結果 因為會想到越讚翻譯 裡面有什麼 貪嗔痴的心 我第六四 已經被第七四牽著鼻子走 所以讚偏禮就是這個 所以福報越來越來越來越小 就這樣 所以你福字從歷神這裡面要了解 一切是性的境界 知道嗎 對不對 我越來越讓 對人家得到好處 就得到自己好 我自己的福報越大是這樣來的 但是智慧還有怎樣 內心要有 無我的智慧很重要 對不對 無我的智慧很重要 就是你本身要什麼 至少要什麼 三輪提供的智慧 這樣 所以菩薩得福字是從利益中生 是這樣 越利益中生 我越吃虧 越賺 越得到利益 這切實 是最一直在這裡 那我們看一下 看那個倒數 第二頁倒數第一行一起練 念到那個 第三頁的第二行一起練 定位換篇即卸托 全智方便造勢 神智造理 皆不理定 卸托 終日度眾生 偶無能度所度之相也 佛出無盡功德障 叫我眾生 令見佛身 即得福障 近藏聞佛法 即得智障 令身盡信 正藏聞佛法 這定位換篇應該講 定位的功德 這定位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定是什麼意思 以空觀來講 這會代表假觀的智慧 這定位 定 空有不惡 定位不惡 就這麼講 就說所謂的 我們說 止觀 止觀不惡 定位不惡 止就是空觀 惠 官惠就是假觀 這裡面你看 全智方便造勢 全智就是善巧方便的智慧 全智方便造勢 造勢就是因爲所生為來講 書就是事 因爲所說事就是造勢 今天 你看到這個人的根基 就是說 我今天 他喜歡聽大聖法 就講大聖法 這個人喜歡聽小聖法 就講小聖法 全智方便造勢就是造勢俗法 因爲所生為來講 是造勢 根基這個人 因爲 根基的利潤 上個本 因材施教 就是造勢的意思 那十字是什麼意思 根本字 根本字造勢俗 造什麼呢 我空法空的真理理 那全智方便造勢 就我約你一個 用那個剛才 那個 我們以前念那個 有如日爺不足空 日爺不足空 這個十字造勢俗 有如蓮花不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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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十字造勢俗 全智方便造勢 一如日爺不足空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今天為什麼能夠造勢 造勢 對這些九懷人中生 能夠 叫到他們 就是因爲有大悲心之故 對不對 錢字代表有大悲心 才是錢子 十字代表什麼 智慧 對不對 你今天不住有 表示有智慧 我今天知道 雖然杜禄化了 盧姆的友情 但是我怎樣 我空佛空的真理相應 就照理就這樣 就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謝托呢 就是說 就讓眾生 剛才說從四溪談的角度來看 對不對 我中如杜禄中生 以四溪 你用什麼 四溪談的角度來度過眾生 對不對 但是怎樣 而無什麼 而無倫度熟度之相也 就是說你內心有什麼 就是說你內心有什麼 還能夠照理 就是剛才那個根本字 實字 能夠和我空 我今天雖然杜禄化盧姆的群 但是呢 內心不住有 不值能度的我 所的眾生 是這樣 那接著換第三項 這個第一行 你看 佛祖無菁功能帳 就今天呢 這功能帳裡面還有 自身還有眾生來講 今天我叫眾生 能夠讓他 得見佛身 對不對 那今天這樣見佛身 什麼意思呢 要了解到 今天你要講 你今天跟我 比如說 你跟你的 我跟我的父母親講 我跟你的兄弟講 你要怎樣講 佛羅法森是偏一切處 你知道嗎 佛 今天這樣見佛身 這裡面講 因為這裡面佛身 那這樣見佛身的意思呢 你要講到佛身 偏一切處 今天呢 好了 今天講進入法門好了 就像呢 問大家一下 比如說你唸歐彌陀佛的時候 歐彌陀佛是什麼 是從西方籍的世界來的嗎 是嗎 是不是 還是怎樣 對對對 確實 因為佛的法身是偏一切處的 空間來講 而且一切死都實在在 重點你在睡覺的時候 佛也在啊 法身也在啊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說 你有沒有那個自成心 重點在這裡 所以今天你要 令戰見佛身 你要 你跟他教後中間 這樣佛是 要生性 一切死 一切處 做什麼 實分諸佛存在 這裡面你要讓他 說你有時候 重點佛還在 就是你要令戰見佛 令他知道咧 因為眾生啊 這裡面要了解到 你剛開始 你看 一般很難看 你佛身要怎樣 你要剛才我們是唸到 身性諸佛 絕衷門對不對 那不簡單要怎樣 不斷的訓取佛法 今天一個剛好 剛學許的中 剛進入佛門的中 真真 你要怎麼講 佛羅法身是 我們說話要講 觀世音菩薩 心生就苦 就是說 你這句話要怎樣講呢 就要用普文品那句話 眾生被哭 不諒苦必生 觀力茂之 人就先苦 因為其實你也看不到 觀世音菩薩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就說你這樣念 因為你要 其實這個不容易講 這個 你要了解到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也是果在來的 因為他神 過去正法名來 對不對 佛福阿就是都 就是果在來的 因為他們 就是我們說 一佛注釋 千佛復始 對不對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看 你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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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授此這幾名號的話佛就會加死你也是這個意思就像我們說我們說你念佛的話在前面講過佛要怎樣我們知道無量受佛有無量相無量好對不對你也好中 菩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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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 線無量高分之下 也是出眾的身體,越拜越其難,對不對? 也是,佛的光明加持,表示我有稍微見到了 慢慢就講,就慢慢像這種開示佛法就這樣講 因為曼你拜佛,從出眾的色身,慢慢呢 不那麼出眾了,就是也是等到佛的加持 也是佛的光明加持,也是有見到佛身 也是那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這也是,那令藏佛法,這個是怎樣呢? 這個佛法就是你透過,剛開始,透過文師的訊息 佛法,因為我們知道得智慧障,這個智障就是說你要罵 這個也是要怎樣?不斷的暫時聽佛法 就是你要不斷的透過文師費的訊息,要如理師匯 來自呢,一一解起行,一文師匯,起關招了,才能得到這個智慧障 這個要怎樣講呢?要用第六四,要講 我第六四不斷的文師修,就訊息起來第八四 這個智慧障,這個得到智慧的保障,真的要不斷的訊息 不是那麼簡單的,這個不是,因為暫時,暫時聽佛法 是暫時的一些功德而已,暫時而已 那最後,吝聖禁信,真的斷負 這個禁信,這個禁是無我的智慧,吝聖禁信,才能斷負 我們要了解到,一般來講佛法修學,信解行政 對不對?今天好了,我從禁禁法我們來講 我今天也是依我們知不知道起關招,我今天呢,禮佛對不對? 我是根據什麼?佛羅的教法,我禮拜佛 我今天呢,聖禁拜,口称的佛法,也是根據 如所學的功能來講的,所以呢,我今天呢 以無我智慧,就是我們知道 慢慢的,這個精神狀況是因為你慢慢的,因為信解行政 我依我們知不知道起關招,我在拜佛,禮佛就醒了意識 這時候你拜大財,就妄想比較少了 而且呢,這樣呢,很清安的感覺 雖然沒政國,雖然沒政出國,但是呢 這也是政,這是我聽過參國師的開始 那你說信解行政政,一般來講究竟講的是,究竟意思呢? 政國,要政出國,惡國,那是政的意思 但是今天呢,從禁禁法我們來講 參國師的開始就你得到法喜,得到內性呢 你也有清安的感受,也是政 這時候你的虛擬的地方是慢慢的 也是用信解,做信心做禁信,也是因為 這個信心也是透過你信解行政,解行病重 成就出來的,對不對? 所以禁信啊,這是也要不斷的 不斷的文師修,不斷的熏許佛法 才能夠斷除見世佛 不要說斷見世佛,斷見世佛就好了 不要斷斷世佛,見佛就出國聖人了 這個要不斷的文師修來的,這個像這樣一樣 像這樣都要下功夫了來,是這樣 跟人家分享也是這麼講,是這樣 好,講到這邊,那接著我們看回到講表 霍諸禁宮的帳,一陣口來講,是這樣 因為你慢慢的開閒,因為修德的開閒 修則,能夠立他又立己,對不對? 你立眾生,讓眾生能夠透過文師修訊 把他的無量寶藏,從信德流出來,對不對? 開閒他的信德,那你這裡 你要公正聰講,要拜佛,義佛念佛 就是人家講,就臨此大師所說 脫筆名號,賢我之心的意思,對不對? 我們無量寶藏就這麼來,開閒出來的 那接著,這時候呢,普全般又講了 一成宗有成術佛 這一個微塵中有成,怎麼意思呢? 就說呢,一成宗有成,一個微塵 有微塵辦的無數佛,一次這樣講啦 他是把一個佛世界,對不對? 磨成微塵,知道嗎? 把一個佛世界,三天來磨一個微塵 一微塵代表一尊佛,知道嗎? 他就這樣,一個微塵佛,就是一微塵 一個微塵代表一個佛世界 一成宗有成術,要看成善,叫佛叉 叉是佛叉什麼? 一尊佛所教化的世界,叫佛叉 那這時候就把一個佛世界 把它磨成微塵的成來,叫微塵 一微塵代表一個佛世界 所以一個成宗有,如微塵素的佛世界 就是,如微塵素的佛世界 無量無尊佛世界,知道嗎? 一個微塵代表一個佛世界 所以無量無量佛世界了,知道嗎?不可思議 那前面是講那個極微塵,知道嗎? 極微塵,把一個微塵分析什麼? 更細的,極微細的成來 那這裡是講微塵就好了 在一個層裡面就含有,如微塵般的佛世界 無數佛世界 而一個佛世界,每一個佛世界 有男師佛這樣,想不到那麼多的佛 因為,知道嗎?一個佛世界 每一個佛世界 因為,每一個佛世界 還有,不計其男師佛就沒辦法數的 很難思維的 很難思維就沒辦法,沒想到那麼多佛 就沒辦法,一個佛世界 而且呢,依佛什麼意思? 每一諸佛 每一諸佛的地方 眾會眾所在,有眾托菩薩的微塑者 每一諸佛的地方 每一諸佛的地方 有眾多佛 你們還會有佛菩薩 那邊聚會 我見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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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我這指的 這位修賢,普行,十大願的行者 我見很難 我見 諸佛常常 演 演說 演說 菩提的行詞 常常演說 菩提的修行 行詞 這裡面 這裡面要了解到 就是說 這個 演說 我常常看到諸佛 演說 如果成就無上菩提的行詞 菩提就無上菩提 因為菩提有聖母菩提 演結菩提 無上菩提 攝影提 攝影提是修世生地 才成有聖母的阿羅漢 修攝影演 這聖母演 就是演結 演結阿羅漢 就是演結批是佛 就是修攝影演的 是演結菩提 就是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 就是佛道 所以我見 我常常 就說這位修學普賢 斯大漢的行者 常常見到 斯萬祖佛常常演說 如果成就無上菩提的行詞 其實就是說 就行詞 意思就是這樣 就說你種種的修食 怎麼成就無上菩提的這樣 那這段話 我先講一個故事大家聽看好了 這怎麼講呢 我先講一個故事人 就是說 雖然諸佛都這樣 像釋迦摩尼佛就這樣 在佛陀世代 我們知道 有一位剛好那時候 有一位就是說 佛陀實在是跟比丘 大眾生道共的身佛 都是大群體的身佛 這時候剛好有位比丘 就是說那時候 歐納利尊哲 就不知不知也睡著了 那佛陀開始講課的時候 就打課睡 所以佛陀呢 講完後又醒來了 所以每天這樣 有一天呢 佛陀就喝一喝字他 說你怎麼 歐納利尊哲 你怎麼那麼懈怠呢 你如果這樣打課睡的話 就多如 那個河胖生 就是那個 我們說那個 蛾類 不知道蛾類 就是那個 那個睡 就河胖 河胖 河胖生 一睡就一催年了 就佛陀 喝字他 你不要變得河胖生 就是你每次講課 就打課睡 所以這個尊哲呢 聽完佛陀開始呢 想到佛陀那麼嚴厲的喝字他 所以這時候他睡一頓消 從那時候人家發現 精精有本用功 修了失戀出關 而且常常不讓眼皮合上 眼皮合起來 但即使非常憑借 也是這樣 不願必須修 這個所以呢 重癮呢 導致眼睛毛病 患上很失眠 連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都不睡覺 這佛陀教大家 這佛陀知道他太夠用功 而導致眼睛變成瞎子 所以佛陀叫他訓練天眼 最後呢 他最後成就了 成就那個天眼通 天眼第一的尊者 天眼第一的尊者 就是溫達力尊者 但是呢這樣好了 就有一天呢 目見尊者想 跟那個邀請這個 歐拉利尊者去 說我想去行腳 你是否跟我願意去 這個歐拉利尊者說 我願意啊 但是呢 歐拉利尊者說 我現在我心裡 有些衣服要補一些 因為有些破洞 漏洞要破一補 我補完後呢 馬上跟你去 尊者 目見尊者說 那有急著要補嗎 那好吧 等你補完後 我們去出啊 這歐拉利尊者呢 雖然蝦子 他用天眼通 用天眼 能夠一針一針的 紅補衣服 但是有的時候呢 不小心啊 這個現漢針喔 有一次 剛好一死之間 現漢針脫離掉了 針這個 縫衣服的針啊 就掉到地上去 這時候呢 因為 雖然他用天眼通怎樣呢 但是沒有注意到 他這樣 這時候呢 高聖的喊道說 有沒有要修補的人呢 修補的人呢 這時候佛索剛好經過那邊 聽到上身 馬上來 彎下身 為他把這個針 煎起來給他 然後佛索又為他穿線 說我是愛修補德的人 很喜愛修補德的人 歐乃尊者雖然是蝦子 但是人家聽到佛索聲音呢 剛剛請向佛索典禮啊 佛索啊 我承受不起啊 那你替我穿線 佛索說啊 是修補的機會 是修補的機會啊 打發是 七了一己的服務 我也是 多生多節啊 累生累世都是這樣 這樣的 修補福德 因為點點滴滴 可以幫助人家 我都願意做 我很珍惜這個機會 不會空過的 所以說佛索是怎樣 內內是怎樣 不住空 算是小小的福德 佛索還是不空過的是這樣 我是今天福報就是因為過期生 就是這樣不斷的累積而來的 我的福德會也滿就是 過期生也是這樣 不斷的累積 算是小小的福德 替人家把針提起來 這樣 所以不要說現在 乃至未來呢 還在積極的秀無秀慧 這是佛索跟這個歐乃尊尊者開始 歐乃尊尊者聽完非常感動 就這樣 那這段故事是怎樣講呢 就像我們說 我見他很普遍 就說我今天呢 就這位修學普行 斯大赫念的行者呢 他先到十問諸佛都是 常常引說這個 無可成就無上普遍的修辭 對 了解到今天釋迦摩尼士 他把他的說 實現在生活上 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會講 不會做 就這樣 但是呢 剛才這個顧典故就是說 你要怎樣 把所 你所體會的 對不對 把他實現在 生活上 今天佛索為什麼呢 他不住空 為什麼不住空 他雖然呢 知道眼前的今天是無常的 虛弱不死的 這些大家不會說 因為小小的什麼 就說你也不會說 太簡單了 還是不空過 不會輕易的放過 就是因為 剛才講過 佛索他講過 我今天服務的圓滿是 因為過激生 是不斷的累積而來的 這個服務的是不斷累積而來的 那因為什麼呢 我第六四 一體穹的時候 你看到一切境界就是什麼 你新的境界知道嗎 他看到都新的境界 就看到 雖然佛陀看到什麼 我哪裏 他掉飾了這個真 就等於他 他掉飾了真一樣 一切都是新的境界 所以他把他拿起來 因為他看到是新的境界 知道嗎 所以自然而然 他沒有鼻子 沒有什麼 你我自分 他當然也是自己的 自己的真 所以自己的 也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今天跟普提問 也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今天諸佛菩薩 十分諸佛也都這樣 這個蘇方諸佛說 常常 演說如果成就 無上不理的行持 就像那個佛陀一樣 人兩人要修 雖然是小小的乎得 還是要修 是這樣 就類似這個意思 好 那接著我們看 接著我們看 回到那個姜錶 看一下 不是姜錶 那個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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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 一起唸一下 依佛處眾為中 我見何年普提恨 佛在大廢圍道中 普全菩薩 一在其中 正日上求 故隱我見 因我見 是隱瞞眾生 令其意願見佛 文法義 今天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因為普全菩薩 我齁 因為這個是 誰啊 慈舟大師他是也方便說 其實這個我齁 普全菩薩 在這裡 我是指他 普全菩薩 但是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我 普全菩薩 因為這個 普全菩薩也是 前普全後普全 前普全就是指這個普全菩薩 後普全就是 修學 普全 上映的心者 也是普全菩薩 對不對 你只要修學普全菩薩 只要任何一個 修學普全是哪 就是普全菩薩 就是這樣 只是皇武菩薩也是一樣 那我見是隱瞞眾生 讓他也是這樣 見佛 因為我見到 就影響眾生 讓他也是這樣 現在能夠見佛文法 是這樣 接下來看下面 隔壁那第五行一起練 橫顏普敌恨 橫顏普敌恨 正是下化 佛有機則獻身收法 無機則隱 普全菩薩 稱其無盡恨怨 故長恨收法也 這個收法 這個目的啊 這個其實收法是哪 你今天會才行普敌恨 就說 請 因為這個 我就會一個行者 一個普全菩薩 修學普全上 漢眼 你常常引於說法 目的是怎樣 從理官來講 理官是怎樣 請自信我中好人 對不對 從事項上來講 是種 利益眾生啊 因為常常說法的話 一利他就利己 對不對 理官上 自利啊 因為常常請自信佛 裝好人 自信佛注釋啊 常常裝好人 這時候你不斷的文師修 在利他的時候 因為恨收法也 讓眾生得到利益 對不對 因為透過 恨收法的利益 世西坦收法 對不對 讓眾生得到利益 你就得到利益 是怎樣 也是這個意思 好 接下來我們看 回到江表 整個 利益 用三頁 聖國一三頁 利益眾頁 就講過 莊法輪的燕 莊法輪 莊法輪 莊法輪的燕 上次我們講過 這莊法輪的燕 只有三個意思 對不對 第一個是 摧毀 摧毀 對不對 摧毀 我們的佛業苦三丈 對不對 摧毀 發大丈 業丈 包丈 第二個呢 它有什麼 臉皮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輪子 是眼的 它能夠把我們 這個我們內心 有種種的煩惱 妄想 就像是吧 我們就是路面上有 種種的荊棘 那個小沙利 那個小沙利 那個路面上的種種瓦石 荊棘 那透過你 透過文思修 訓許 就轉火輪 轉火輪的時候 就有這種臉皮的意思 把這個 心地 臉的平地 什麼意思呢 就本來 我們是有 生生妹妹的心 透過你自信 自信我轉火輪 就文思修 訓許後呢 就怎樣 把這個 生生妹妹的心 轉火輪 不生不妹的心地 是這樣 所以臉皮 臉皮的這個意思 第三個也是什麼 印轉 印在的含義 印在什麼意思 印轉或印在 什麼意思呢 本來就是透過文思修訓許 能夠讓你 轉明而悟 接著什麼 轉世成智 最後什麼 轉生勝 而離苦得樂 是這樣來的 這時候的目的是這樣 那種火輪是很重要 對對對 還是這樣 所以這裡面呢 又再講一遍知道嗎 他前面講過 他現在要講 要佛陀 這普全般又講一遍 一共三行一起練 三行就從 大家記得倒數第一行一起練 練到最後一行 第三 那個三九月第一行 普敬十萬諸創海 依毛端三四海 佛海其國土海 我便修行清潔海 一切如來以清淨 一眼俱重陰生海 隨之眾生一到陰 依流便財海 三四一切出如來 以彼無盡以緣海 橫傳以其妙火輪 我生之力普人路 這裡面呢 普敬十萬諸創海 普敬就是 全面性的廣大意思 這個十萬諸創 先講叉 這叉就是一尊佛所教的世界 這海是形容 形容這個 有那麼 海是深廣的意思 就是整個十萬諸創世界 希望海那麼廣 深廣 就是意思 這整個普敬 這整個 十萬諸創世界的諸創 就像海那麼深廣 那麼海那麼多 諸創世界 就是用海形容這個佛世界 像海那麼廣大 無邊境 然後這裡面 一一矛端三四海 這裡面 這另外就不容易 想無限大 一一矛端什麼意思 就是每一個漢毛端 就像我們人的毛孔 一個漢毛 對不對 一個漢毛端 漢毛的尖端 每一個漢毛的尖端 怎樣 都經過三四海 三四海過去現在未來 都有什麼 能夠容納過去現在未來的 像海 這個海就形容三四 就是 那能夠容顯現 就每一個漢毛端 能夠顯現這個 能夠 能夠 能夠經歷過 這個 過去現在未來 如海那麼廣大 無邊境 沒看到 沒看到 就是說這個 約時間來講 剛才前面是約空間來講 整個佛世界 然後這個裡面 佛海及國路海 而且 那個漢毛端能夠容 那顯示什麼 佛世界 佛海 叫佛海 而且國路海 就佛 國土是 震報所依止的境界 叫國路海 這所依止的國路海 就是國土海 國土海 那我 雖然知道 在整個石灣世界 以及 這個 就是 不定過去 現在未來 就是每一個漢毛端能夠容納 顯示 這個 石灣諸佛 而且能夠顯示 他所依止的佛世界 國土 但是 我知道 我偏修以經 我完全 是 雖然是 從那麼多佛裡面 我偏修以經 經節海 我先講下面 我經節海 是經過無數 像海 海在形容這個結 長時間 意思是我經過 無數的時間 來修習 騙修行 我 普遍的修行 我是從那麼多佛裡面 從十萬諸佛裡面 學習佛法 我是這樣 我騙修 我是根據前面 因為十萬三世 諸佛 像海那麼深廣 你看 一個 一個 矛端 過去現在未來的 十萬諸佛 但是佛海 就涵蓋了 就是每一個 還能夠涵蓋了 整個 如海那麼廣大的諸佛 以及他所依止的境界 所以我騙修行 是從那麼多佛裡面 學習他們的無量法 就是因為佛會為他說法 就是說本身 他意思是說 我騙修行 是意思說 我把諸佛所受的法學習了 同時 把所學的法 來教化終身 這修行裡面還有什麼 上求佛道 下法中生的意 知道嗎 修行的上法中生 因為我今天會什麼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去跟佛陀學習佛法 長學奮佛力 是怎樣 恆順眾生 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今天轉如願 還有什麼 長學佛學 還有什麼 恆順眾生的含義 是這樣 所以騙修行 是這個意思 是上求下法的意思 那這段話 我們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看那個 什麼 這個轉乎我練 現在還沒講到那邊 現在 我們先看一下 對不起 對 因為這段話 有點亂 請看一下 那個 道 就是說 第三頁 倒數第四行 一起念一下 轉法輪願 其出力菩薩 第三頁 要憑色法上手願 設起一切佛法 轉受終身 其色法意 這次就 因為你今天 開始 十萬 就是整個佛 十萬祝福世界 像海那麼廣大無邊際 而且 我今天學的是 過期現在未來祝福 對 一毛端就是 每一個號碼的尖端 涵蓋什麼 過期祝福 現在祝福 未來祝福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沒有 而且能夠佛海極國 我就是涵蓋了 過期現在未來祝福 十萬三次祝福 而且他的整個祝福 而且我是騙修行 我是普遍的 向佛陀學習 跟佛陀學習 他的種種的法義義理 就是學習佛的三頁 他如果 難行人行 難忍忍忍的 總有說 就一直常學佛學 知道嗎 跟學佛陀學習佛法 目的是 恨時眾生 就這樣 設起一切佛法 就是 設起佛法就是常學佛學 總有眾生 什麼意思 就是恨時眾生 對不對 你今天學佛法目的是 教養眾生 立他就立即 是這樣 那接下來看隔壁倒數第三項 一見 普進 十萬朱岔海 轉法輪處 一矛端三次海 轉法輪時 始不離處 處不離時 故意可營 一矛端朱岔海 來 今天呢 他就到 十萬世界 轉法輪 就是 教養眾生 轉法輪是 開示佛法 是轉法輪 開示佛法 而且呢 但是在這個一個 間矛端裡面呢 顯現了過去 現在為了祝福 就 始不離處 就是 處不離死 就講這時間呢 過去祝福 始不離處 始不離處 處不離死 這個裡面講到呢 因為 皇屋眾生 確實有時間的觀念 還有空間的觀念 在聖 如果說你看一個 反正大事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時間空間 因為 這個有一句 古德 不是古德啦 這古德 確實是古德高僧大學講一個 叫說 十四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 就以十經來講 十四古今 那唯一成國土 至他不可以毫端 唯一成國土 就唯一成般的佛世界 譬如說 極樂世界 和宋佛世界 其實就在 隔壁而已 知道嗎 從聖的角度來看 極樂世界就當下而已 就是在宋佛世界隔壁而已 知道嗎 雖然說 事實上上 在釋放義佛圖的西方 有一個什麼 極樂世界 對不對 但是呢 唯一成國土 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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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在售佛世界 他什麼 極樂世界 不可以毫端 就是和矛端 就是一個 眼前就是極樂世界了 是這樣 那這裡面是講 時間國間 其實 時間空間 其實是 沒有障礙的 是這樣 終於矛端三十來 那現在我們看 老鼠第一羊一起唸 佛海 既國魯海 既毛端 所有一陣 我配你修行 經濟海 經濟海 裝法輪也 就是這個意思 那請大家 就 我就 配修行 上求下話的意思 上求惡道 下誡眾生 然後我們看修行 看 修經濟海 不是 這裡等一下再說好 這因為已經 這裡還沒講 請大家看到 三十八頁 一切亂親近 這個一切亂親近 就是說 因為佛陀 他的 他的所說的原理 就是說 我們知道 他用口來說 來說法 就是用口說法 他是親近的 為什麼 要知道 我們知道 一切亂親近 你表示他 因為內心親近 對不對 你心親近 你身口都親近 對不對 你心不親近 你身口就不親近 所以一切亂以親近 他從口所流露出來 他講出來的野文字都是親近的 意思是怎樣 是這樣 親近代表這種 這個親近裡面呢 就是說 他今天佛陀 他裡面講讚嘆 因為他今天讚嘆佛陀 你講話都是親近的野文字 廟使說他那個內心 不自由 不出空 也是這個可以這麼講 以親近 內心有 無我的智慧 無我的智慧以親近 就內心親近 是這樣 你要讚嘆 這個呢 接著 這以親近裡面 這裡面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有一個故事 這樣 有人聽過這個故事 有人聽過 就說 在佛陀 在佛陀時代 這個神通第一的尊者 想要知道佛陀的親近的音聲 究竟能得到多遠 就是用神通來考驗佛陀的音聲 看人虧到 看人聽到多遠 因為每次到很遠的地方 還是能聽到佛陀的聲音 因為親近的音聲就這樣 這時候用神通 飛過了無數的佛世界 無數諸佛陀 還是聽到佛的那個 泛陀的音聲 親近的音聲 這時候呢 最後尊者就飛到很... 他雖然有神通 但飛到一個世界 他裡面講講 金母教會 九九解世界 那個九九解世界的佛世界 就經過很... 在一個叫... 經過無數佛世界 他在哪一個休息 也在... 光明翻世界 這個光明翻世界的佛叫做 光明王佛 光明王如來 這時候 這個... 他的... 他的弟子們... 菩薩弟子們都很高大 那個高大...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他用了波 一公里那麼高 而且這個人都長得很大 這時候呢... 剛好這個尊者就停留在他們那邊 這時候呢... 就是... 弟子們就告訴了這個... 告訴佛陀啊... 告訴人家... 告訴個光明王如來 說有一個... 好像人啊...樣子 在停留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這光明王如來就告訴他們 他們叫... 告訴他的弟子們呢... 你們千萬不要靠近他啦 他不是什麼... 他是什麼... 他是... 你不要親自他 他是... 說佛世界 那些... 釋迦摩尼佛的大弟子 神通地的尊者 他為了測遠他的事物 陰聖無大多元 所以... 飛過無數世界 無量無數的世界啦 才到我們這個世界來休息一下 這時候... 這個... 光明王如來就告訴尊者說啊 佛那種親近的陰聖喔 是... 無遠復戒的 你沒辦法插上 那是無量... 你經過無量逸潔 還不斷的飛 還是沒辦法測出佛的陰聖的邊際 佛那種親近的陰聖啊 不是你能夠測出來的 因為他... 心親近 一切都心近 知道嗎? 沒辦法測出來的 那個陰聖親近啦 所以因為他... 為什麼呢? 這個大助理講到 他能夠桌片眼紋 為什麼呢? 因為... 為什麼呢? 翻譯是從... 清淫心 慈悲心 所溜出來的 所以他陰聖啊 能夠桌片眼紋是這樣 是這樣啦 所以這個陰聖是... 因為說... 就是... 這個典故是這個典故 是這裡來 那接下來我們看啊 回到講表看一下呢 一眼巨中陰聖海 就是說佛陀啊 這裡面講的 吃外變的意思 吃外變 就是呢 一個... 一眼巨中陰聖海 具備的... 眾什麼? 眾多 陰聖海 無數的陰聖海啊 這個眾... 因為喔... 裡面...這個裡面... 雖然講的是... 無數... 眾多...眾多 就... 就... 絕外眾生的陰聖 陰聖 像海是誰啊 形容這個陰聖有無量陰聖的意思 絕外眾生 比如說好 畜生界好了 很多畜生啊多 對不對 陰聖就很多了 就是說這裡面陰聖什麼 各... 就各種的原理 各種方言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世界上 對不對 你到美國 到歐洲 歐洲 比如說... 各個國家都有什麼 他自己的... 語言文字 就這樣... 就這樣... 這裡面說強大... 雖然是強大什麼... 絕外變 就是說他講一個話 他能夠... 這一個... 語言文字 他講一句話的話 就涵蓋了... 整個... 九懷眾生的陰聖就是這樣 所以他講一句話 說他具有什麼... 出外變的含義 是這樣 其實那邊還有什麼... 火外變 意乎外變 還是要說火外變的含義是這樣 意思是嚴重是陰來 為什麼呢 隨諸眾生依樂陰 就隨順啦 九懷眾生的義樂 什麼義樂 心中耗耀 義樂就是心中所耗耀的原理 義樂陰就是心中耗耀的陰聖 因為呢 剛才講過 眾生根基有利盾 善恶 他對法的耗耀 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佛陀... 這個儒乎 諸佛如來能夠隨順 絕外眾生 他的內... 眾生根基的利盾 還有那義樂 內心所耗耀的法 是耗耀的法 能夠隨順眾生 能夠一一引說出來 是這樣 為什麼呢 下面要講 一流佛變財 因為他隨順眾生的根基的利盾 善靠佛 能夠內心的耗耀 所以他每一字 一流什麼意思呢 每一次 每一句 能夠流出什麼 佛陀無有窮盡的無量變財 還是行到變財 就是不要像海那麼廣 無有窮盡的變財 知道嗎 他不但讓人口無 而且讓人心服 這樣 所以佛陀變成口無 而不夠心服 就是說 你意思說能夠... 而且呢 讓人一天 心開易結 這不可思議啊 對不對 因為佛陀那個 見別眾生根基的利盾 善可 能夠讓 你沒有不開悟的人 不懂的人 就開懂 就是什麼 身體泛於心 就這樣 所以 其實佛陀又變財 好 接著我們看呢 就是說 你看那個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倒數第一行 三十一切諸來 就是三十祝佛 就十萬三十祝佛 一筆 就是 所講的 十萬萬四禮 以言文字 無情無二階 他講的這個 無窮無窮進的以言文字 就是 他所說的 原理是無有窮進的 為什麼呢 橫傳裡其妙人 一筆無近 這筆就是十萬諸佛 十萬諸佛 他所講的野言文字呢 是像海一樣的 那麼廣大無邊境 就是像無有窮進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為什麼要講無有窮進的野言文字 為什麼要講 橫轉禮奇妙輪 目的要怎樣 轉火輪的意思 橫轉火輪就是永遠的轉禮奇妙輪 這個禮奇等一下這樣看 這個就轉這個 這個禮奇是真禮 知道嗎 就是說要轉這個妙法輪 微妙的法輪去向什麼 真禮 就是說這個禮奇你要橫轉 你在看把禮奇稍微修掉 禮奇換到下面來講 橫轉妙法輪去向什麼 真如禮 知道嗎 去向真禮 不知道叫真如禮 今天呢 佛羅講的無有窮進的野言文字 比如說好了 釋迦王萬利佛 說法四九年 獎金三百一會對不對 會講那麼久 對不對 野言文字那樣 多了善善奢布 就是目的呢 轉這個為眾生開示佛法 妙人 叫妙心立法門 目的呢 去呢 去向真禮 知道嗎 今天佛陀啊 都去向你 今天講這些種種法門 為他去向禮 因為眾生 為什麼呢 剛才講過 眾生跟禮頓 你比如說好了 天安宗 就把佛陀呢 用那個教授眾生的方法 教授眾生的方法 有四種的樣子 藏通編師教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 藏通編師教 藏教也小聖法來講 因為他可能 講大聖法 沒辦法 契路 就佛陀 未死前 你先聽阿安經好了 葉障教來講 接著 慢慢進入 雖然他理解了一切是 一切是無常的 從無常體會到一切是苦的 從無常體會到一切是空的 從無常體會到一切是空的 從無常體會到一切是無我的 這時候呢 慢慢體會到 這時候還是基本的 接著要怎樣 契路 一切是無盡兇相 一切有法 如孟宏炮一樣 敬仲相一樣 是唯一事所變 唯一所現的境界 對不對 這是妙倫就是這樣 去向的真理 剛開始說來 葉感引起 接著是 奈也引起 最後怎樣 這時候雖然你了解到 一切是無盡兇相 是唯一事所變 唯一所現 但是你了解到 我正念心能夠選下什麼 十佛戒然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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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第六四 一念明佛 選下什麼 用瓦戒 一念悟選下什麼 四聖瓦戒 就是這樣 但是你慢慢體會到 這是一種假觀而已 還這樣 這佛陀又為一佛聖的行者講 雖然講著十佛戒然間歷 其實不理喊 正如之心 目的要趨向真理 我今天佛陀講的無窮盡的 以言文字 就像海那麼廣大 目的要轉法輪 目的要趨向真理 是這樣 橫轉禮去 常常開示佛法 心法輪目的趨禮 禮去就是趨禮 趨向真理 就這樣 像本線 可以講禮去一下 真理就是真理 我們要講到盡 就記入真如理 就是這樣 所以我 當然我今天 所以我最後叫 我生之力普通路 我願意希望 這裏面 就是我希望 我有深深的智慧 我希望 像佛頭那樣 我這指 這位修學普行大人 我希望 我也深深的智力 就像佛羅一樣 能夠普遍的誤入 誤入這個佛頭的那個什麼 就誤入普通路 我普通路 我普通路 就是我能夠誤入 普通路境界 把佛羅所說的法 永遠的開示給大家這樣 所以我普通路 就是我今天能夠 也是能夠裝火輪 我今天希望 我能夠成就那個 深深的智力 而普遍的 能夠誤入 普通路境界 而能夠裝火輪 也是這個意思 深深普通路 也是這個意思 我們看一下 看今天護表 上護表第四頁 那個第一項 第二項一起練一下 引修行者 言容說之 裝火輪即使修行 理意得通 中世紀 明人轉眼蠻音 以親近者 顯如來以言無障礙故 我偏修行經驗來 這個修行剛才講過 上求下話 這個裝火輪修行 就是說我今天呢 上求活到 我今天 跟諸佛學習 你中的法門 目的 恨終身 是這樣 修行者是這樣 那下面的宗師 以親近 就是第一 以親近 以來親近 佛羅斯沒有障礙 他親近 因為內心親近 一切都親近 你知道嗎 你心親近 一切都親近 你身口一定親近 然後接著換第三項 第四項 這兩個一起練 你看 音聚奏音 故人隨眾生意樂令得解 音即言音 如來音言法 眾生隨得得解 他以故 乃失無音 故人初衷音 音即一切音 故效能其言 隨身意樂 佛羅斯 講一個音 都聚奏 聚奏 聚奏 聚奏音 種種各式的語言文字 知道嗎 故人隨眾生意樂 內心的耗耀 而令他得解 就是說 也是就跟他先邊講說 佛以音言說法 眾生隨得各得解 一事 音即言音 佛羅斯 因為 心親近之故 心親近乎 所以他能夠 所謂 所謂講出來 雖然講一個音 能夠讓聚奏眾生 能夠聽得懂 而且能夠 隨得各得解 是這 隨得各得解 是這 他 就你聽到 你想聽小聖娃 就聽到小聖娃 你想聽到 就聽到大聖娃 雖然佛羅斯講是一個音 知道嗎 譬如說好了 釋迦摩尼佛在人會上 講人眼睛 對不對 對 摩尼千里成就什麼 成就小聖娃的境界 成就小聖娃 成就小聖的境界 小聖果味 對不對 因為佛陀是音才施教 雖然講的是大聖娃 但是呢 他知道有些人呢 講大聖娃 這個雖然講的大聖娃 有的人不欺欺 其實他講的是同樣的娃 但是呢 這個摩尼千里聽到什麼 他是聽到小聖娃 知道嗎 佛羅斯講大聖娃 但是聽到他聽到什麼 小聖娃 佛羅斯是 因為他 佛羅斯能夠見別 他的根基 那摩尼千里說 正的小聖果味 是這樣來的 也是 原因就是這個意思 終隨了一個點 然後何以故 那十五陰 這個十五陰 這個意思呢 無陰什麼意思呢 無所住 神神無所住他的法語 就是如來 他連續無所住 無陰就是無所住 不是沒有陰生 知道嗎 無所住 不執著 他說了法陰 不執著他法陰 因為不執著 不住 不住他的法陰 所以能夠 流出種種的法陰出來 陰及一切陰 因為一切陰的 陰的也是真乳 一切陰的體現也是真乳 是這樣 所以能夠隨身 隨眾生的內心的浩躍 那麼看一下 看第五行一起練一下 流佛變才 流佛變才 及宿外變也 這宿外就是佛外變 宿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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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塑外變 就這樣 那我們看 隔壁這兩行一起練一下 三世一切祝來 以彼無俊以怨海 三世未轉法輪時 過去佛 過去轉法輪 現在佛 現在轉法輪 未來佛 未來轉法輪 這個就說今天 因為我知道 你知道嗎 轉法輪念 今天這位行者 對普賢不愛行者 你知道嗎 三世祝佛要轉這個法 他也是來學佛法 就是這樣 轉法輪 怎麼轉法輪 開釋佛法 開釋佛法 開釋佛法就是立眾生 你轉口就不會開釋佛法 是這樣 那這 這些事項上 理官司 請自信佛中佛倫 自己能夠聞師兄 那我們看 倒數第四行一起念 一起 倒數 橫轉禮去廟法輪 正轉法輪也 去者去向也 法性禮體 有無從去未故 誘者收法 性禮體 法 令眾生去向法性禮體 歸於廟法輪 所以這個七個字 要怎樣 橫轉廟法輪 去禮知道嗎 要先解釋 橫轉禮 常常耶 就是說 孫諸佛對不對 常常 轉法輪對不對 橫轉妙法輪 妙生意識 心立法門 因為佛陀 十分出國說 橫轉妙人 然後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去向什麼 正如禮 這個禮就是什麼 法性禮體 去向法性禮 禮就是法性 今天佛陀 講法目的是什麼 讓眾生得到什麼 入地一地 那不是講 是戚禮對不對 歡喜 各國外西壇 深山意 各國外西壇 各國外西壇 破裔意 這是翻變 忍巧翻變 剛才佛陀是這樣 因為呢 眾生你講 第一地 他沒辦法接受 所以當他慢慢 藉由這個 世界西壇 各國外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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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調和 佛陀實際稱手 講第一西壇 所以橫轉禮 橫轉妙法輪 趨向真如禮 就是這樣 目的 當中趨向的第一地 是這樣來 佛陀意在這裡 廟 轉這個廟 剛剛一直慢慢 一步一步來 就像佛陀未死之前一樣 未死 第一地 讓眾生 未死 要施下這些 四月西壇 各外西壇 都是全巧翻變的法門 是這樣來 目標是 路里意 第一西壇 那接下來我們看 倒數第二行一起唸 我生自立 普能路 人設方便也 三自助我 所說無盡語言 所喘之妙人 我普賢 以有聖身自固 普賢人路 人路即人喘 希望我生自立 有時候 我們知道 那種世事外境界 不是一般人 能夠體會到的 那佛陀 就是說 今天我生自立 我希望 我這次 這位修學普賢 十當行人的行責 我希望我生自的自立 因為三自助我所說的無盡語言 他所說的無盡的華語 我說釋賀摩尼佛 四十九年 說到四十九年 你看 三三十二步 你看大量盡那麼多 你看 射路盡不簡單 知道嗎 對不對 你看三三十二步好了 藏通變釋教 說出來這些廟法輪 廟是心地法門 我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行者 我普賢 以後 我希望我有這個聖聖的智慧 能路 就是說我能夠 能夠 能夠怎樣 我能夠 就是說我能夠把這些法輪 佛索洛法 能夠怎樣 融入到心理上 那個路就是 我今天能夠 透過文師修的訊息 把我今天好 我們要講十萬之三次 我講釋迦摩尼佛好了 四十九年說法 你能把這些佛法 這樣 能夠 他能夠透過文師修的訊息 慢慢的 我希望有這個智慧的利益 把佛的說法 能夠融入到我心中 而且呢 路這個說法 又開示給 無量無邊的眾生 就這樣 能路我今天不只說 我自己能夠 自己文師修 要怎樣 把這些法能夠 開示 告訴他無量無邊的眾生 這勝利不就是意思 是這個 因為你今天 說法目的 讓眾生得到利益 對不對 我希望我今天能夠把佛所漏法 完全能夠誤入佛的 有這個智慧才能誤入佛的境界 然後把所誤的法 跟人家分享 在裝法輪 在裝法輪 就是 目的呢 讓眾生能夠一解幾行 剛開始也是這樣 這裝法輪就是你要怎樣 轉圓物 轉世成智 就是轉環生聖 你苦得了是這樣 好 因為時間關係 就跟大家 訓練到這邊 下次要文場 賦予來日 一起迴向 願以此功德 專念佛進度 上報四中安 夏季三土谷 樂有見聞者 希望不離心 禁止一報生 同生即樂果 字幕提供